我们继续开会 各位今天5月20号 一样是工作单位检讨 卫生教育社会警证 我们今天第一位登记咨询的是 林东满议员 需答时间 10分钟 谢谢林议员 谢谢主席 大家早 我来交教我们 教联队,拒掉 我们的郭董 我想你现在拍一拍 你现在有关系吗 有关系 有关系 又玩囡了 老板 老板你要给 Opportunity 或是有关系 差不多 差不多啊 那不改善啊 給我鹽也是改善的 給我桑也是改善的 那你就新人要有這個新做好才對 重點是高中輸國 沒辦法生意最好 那是我們的目標 那是目標 你主簽的嘛 我有... 一個人想要跟我們討論一下 當然 這是跟我們的檔案會報有關的 我是覺得這裡的測試照相 有時候在想抹 好像... 我有看... 以前... 因為我不知道 好像五公里 我們有限嗎? 幾公里要有一個蓋的嗎? 有時候沒有到五公里就有一個蓋的 照規定是六公里以上 但是要經過兩個樓口 經過樓口 那麽來說 我們這個五公里 你目前... 你所修長的資料 有那六公里以來... 兩支的嗎? 欸... 很少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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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如果經過... 超過兩個樓口 最多... 故意了 因為... 當時高中改善 我就想說齁... 你們這樣...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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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的... 那些... 那些生意好嗎? 比較好齁... 超過年的預算齁... 欸... 今年來說是... 有比較多啦 有比較多齁... 有比較多... 測試比較多... 交通數量... 有比較減嗎? 欸... 如果是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來比這樣啦... 因為我們三月到四月... 中間有降很多啦... 包括... A1的... 和A2的... 最少A10的... 降很多啦... 這樣就... 你重營後就比較降了這樣呢? 欸... 也不是這樣啦... 差不多沒有是這樣的意思... 你說的意思是說... 我重營後就比較降了嗎? 不是... 這是... 應該說的是... 這些都執法啦... 的保養... 免獎... 可以... 這樣啦齁... 我要講他齁... 我們的市立齁... 應該是不會... 市長的... 那個... 放寬啦齁... 現在... 路況也好啦... 齁... 大家車上升也好啦齁... 啊... 你含那個五十... 在社區含五十齁... 我... 有時候車齁齁... 我說... 你... 做那個... 農民的路在那裡車... 搬運車齁... 搞不好你三萬萬五十... 我們要請問你一個事務的問題齁... 齁... 我們這台車... 有白的車齁齁... 只要規定可以啦... 啊... 如果農用車齁... 沒白... 塞到快要讓客戶... 這樣來講... 這樣要開什麼了... 欸... 一般... 一般... 如果是兩者並行來說齁... 我們... 不會說... 一般我們就不會開啦... 因為我都判定... 電腦我都判定說... 銅像裡面... 啊... 一台有白... 你如果開那台有白了... 欸... 一般... 一般... 我如果有這種匠名齁... 我會篩選起來不開啦... 你不是... 那個匠名... 直接就賬你幹什麼東西啦... 欸... 沒有... 我... 我會經過這個... 他開單的人... 他會篩選... 看這個... 如果是同項... 啊... 如果是有白的車... 超速... 要吸到... 啊... 旁邊一個車... 沒有在安全帽... 這樣就... 鋼三開花... 減開兩張... 欸... 一般是不會這樣啦... 有... 但我也知道... 這樣是... 符合規定啦... 沒有在安全帽... 雖然... 它沒有超速... 啊... 剛才... 如果是... 那車... 車... 超速... 啊... 這樣... 如果再一次過... 它沒有在安全帽... 啊... 你如果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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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這樣... 那... 而且... 我意思是... 不能開啦... 我建議說是... 那個... 那時候... 像... 比如說... 我們剛才說啦... 平壤是... 二十米樓,你給它含五十 二十米樓,你給它含五十 那若九層含六十 那時候,譬如說中華僑那個,中華僑那個 你也含數線六十 那其實就是說 如果說真的,大家是說含六十歳 大水是大汽車 你當然我看好不好 大家如果說含六十歳 對啊,這個部份含,因為這個大汽車是貴丁 我現在意思是說,你們說貴丁是貴丁 那這邊是你們啊 你們如果說,你們就是標示說 我這樣最好 我現在含,我那個協商的紅包開桌 我夾接就好啊 但是那就是老闆生啊 我意思是說,市長的那個,看情況啦 交通的事故改善之後 那邊喔,路口也好,車都可以放光一次 那剛才車都沒了也好啊 那不是這樣 可是說,我都一百比百億啦 哪有說這百公司,我們還要過程式五十六十 對不對 我這也問你,你去以後,你怎麼照顧 那幾個月? 四五五個月 四五五個月齁 四五個月來講喔 你看,我今天你給你有機會 有機會交到我們大安徽報台建議 適當的那個方塊 那有理由 好,謝謝議員 好,好,謝謝 好,謝謝 我們那個社會社 你好 你好 欸 市長 這個大家要跟他談談 我們那個第一縮的 現在的審核標準 這樣齁 有一點 有一點 覺得很不適合你 我們那個 不動產 不可以超過多少 第一收集320萬 320萬 320萬來說 今年不到320萬 明年公國大學 條證 這種就變成超過 公國大學也不買 他的財產也不買 雖然公國大學 看起來 所謂增加 他的收集 他的生活並不改善 是不是這樣 這種的來說 只有公國大學的條證 是不是這方面 生產主義方面 我們要把他考慮 所以如果是真的需要 政府給他稍微人 只是為了 他的準犯沒有準犯 也不一樣 但是他的不動善是 他為了政府給他 條證公國大學 政家 所謂來說在市民上 他的感覺是財產政家 其實他本身的生活並沒有為了 公國大學的政策 而來改善 也不一定是公國大學的政家 那他的不動善會 政策 是不是有這個政策 請問報告 市來人我認為這個政策 很不合理 也一直跟那個 中央來翻證 這個中央在近年四月的文心 也有去各辦市 以來他的 媒體討論 不過到幕政策 也是 有那個 放寬的 那種 那種 管理出來 不過 他現在只有一種政策 可以把他放寬 就是說 他的 增值的幅度 沒有超過於 當地區 那個 公告限制 漂浮的 平均 平均幅度 比如說 那個 東方地區 或是 他的平均 但是你們一看 不可以超過320萬 對 他的公告現場 如果超過320萬 第一關就 出發了 那現在就要看 他的調整的幅度 還要信號 還要信號 我來看他的調整的幅度 比如說他現在的公告限制 每一筆土地 那個 公告限制調整的幅度 都不一樣 有的 條件比較大 有的比較小 現在看到 他整個地區 那個平均 調整的幅度 如果沒有超過 也是 他還可以算 喔 葛叔說 葛叔說 他本身的 或是他的調整的幅度 是120 這個地區 所有平均 還要有15、20 還要有 調整5而已 平均 如果沒有超過10 他本身的幅度 如果沒有超過10 這樣 也可以算 可以算過 這樣 可以算過 但是這段的證明 我說 因為我是 唐人 我們這次 做不動產的建設委員 委員基因 我們就相信 我們後來開始 做 心理性 硬性 規定 我們的 房屋 做 公告限制 叫我們要調整一筆 所以說 並且說 如果我們的家 是說叫我們要調整 我們的公告 或是建設 調整一筆 事必 事必 才能一些 比古屋 他也調整 他還會影響 當然 檢測就是 那個人做財務的技術 但是 我們真的需要幫忙 這家 不是說 我聽 那個家庭 新政府靠來 你再歡迎看看 這點 真的有很多人 做到無福 這點對我們台東來說 有的 真的需要照顧 的 變速 我們會繼續來 向政府反應 好 麻煩你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林東邁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王飛龍議員 尋答 時間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 各位 我們在 國學主管 跟我們所有的同仁 大家的老早 修正 我請問 我們的教會師傅 村長 我看法 今年 外國管理 我們沒有什麼 新的資料 新的建設 我現在來請問 去年 我們所有 問的 這個 提案 這些 東西 高法 到 前 廣東 沒有什麼 禁電 也沒有什麼 那個 修正 我請問 日本國中的 老廚 廚 都已經 揮樓了 啊 說要補牆 其實 我這麼建議 我們家長 家長 這家長 沒有用補牆的啦 本來要用牆 要用牆 那 其實沒有 看起來 補強而已 那是 如果說 戴著 那些 風 標面 好 其實很有危險 像 東方中 那裡 天空已經熬了 房間 蓋著 房子 在那裡 蓋著 你看不看 你看不出 你把空間都熬了 所以說 那裡有比較大的地圖 變 很危險 那去年 前幾年就有說過了 到現在有準備 你有建議說要蓋這個 本身的嗎 跟議員報告 資本國中應該去年是執行的是耐震補強工程 然後校長也有跟我提出他們的老舊電線 需要更換 那我也有同意盡快幫他們把老舊的電線全部都更新 老舊電線那是另外一個 我現在是說租貸 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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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都漏掉了 只蓋上 老舊電線 那我心想說不要蓋上 給房子裡 路就直接到國際地區 所以說已經幾年了 我所在已經六七年了 老舊電線 補槍 補槍 用藩布 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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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蓋上 給房子裡而已 所以說這個 租貸這個結果 希望說我們的教育租家 他們的安全 老師的安全 你也要照顧一下 那很危險 去我家裡 去我家裡 站起來 蓋上 我會怕 真知道人家 不知道不知道我會怕 那在 床長 你也有看過嘛 你也知道這個櫥 櫥店 你也要把背 櫥店 扁一下 齁 你說一個做一次蓋不太多 你像建造那樣 人家那樣好 人家就蓋上 蓋上蓋子 那 床長 用補槍 所以說 公廠也補槍五年了 那都不能蓋子 蓋上蓋子 所以說 希望我們教育租家 這個會稍微弱的 不是說自己不太多 那些蓋子 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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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特別講啦 齁 早期蓋子 那個 那沒錢 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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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親自爬到資本國中的屋頂兩三次線刊 那跟王一元報告 那我們整個補槍工程 就經過那個耐震力相品 資本國中它的結構是有問題 所以我們這兩年年紀變了三期的補槍 那當然它的防水防漏的部分 我們會積極讓補槍工程完成之後 趕快來辦理 以上報告 庫長啊 我也知道他很認真 我都去瞬間去看 更關心 更感謝你 但是齁 他也說我們這位處家齁 盡量 跟頂部建議 我們這補槍比較後的齁 我趕快來建設 我趕快來用去四年齁 對這個孩子的安全 老師的安全齁 也比較放心我教學 比較容易打開 不然齁 那你 你 不知道啦 處女朋友不知道啦 你看到他 你會怕 齁 這行齁齁 請你繼續齁齁 不要再等 等 等 等到幫來的時候就不會有手了 齁 提早齁齁 是因為你是後面長在那裡 你以前就比較爛 齁 所以說我們要去後面長先去 我們也沒辦法去 但是齁 有人說要去幾乎 每次都蓋起來 一段一段的做起來 主長 本身在講這個你有同感嗎 議員 這幾天我會再去資本國中一趟 再把他整個校園跟校長再做一次討論 拜託你 你來考慮一下 議員 主長 我請教你 這陣子你看我們做議會在開會 大家講起來都是這些校園 包括小鳳的 包括警察 包括 警方這氣管 都在八年級這些的出問題 這出問題出的 自將會失敗大聲 我們的各位 國中國小學 到我到我都不知 我現在的孩子怎麼樣 在最少 年那次 有聽過他媽媽說 他媽媽說 他們爸爸跟他媽媽說 你媽媽現在更年期了 你比較注意 你媽媽生意而已 他媽媽說怎麼樣 他媽媽說怎麼樣 我媽媽是更年期啊我判斷期 我不害怕他 說笑著會說這個話 現在孩子說夠了 夠了夠了不好 以前有些離連死中校人愛 現在都沒了 現在孩子沒有信到老師 沒有信到什麼 我來擦擦 我會自由 所以說這點 家長也有積極很重 但是 我們這個小的就是怎麼樣 為家長 交給我溝通一下 那位老師說到孩子 就要去過就不行 這其實看法 我說老師說到孩子 如果這樣 稍微處理一下就不行 我覺得這是很無理 那這人要教他 教他自己的孩子 做好長 做老師也一樣 跟他溝通一下 你家長啊 你覺得我們現在小的 這個家長也很無理 老師都不需要教 沒有關卡 你覺得怎麼樣 這個其實我也有感同身受 所以在台東縣 我們現在有三樣 三樣主要的工作在推動 第一個就是學生的品德教育 第二個是老師對學生的正向管教 第三個就是輔導與管教學生 這三樣這三樣東西 我們都會同時的推動 現在老師齁 如果我關了這邊 我關了教授不開心 這只是說 這也不能怪老師啊 真的現在這個教授 太怕太怕 什麼都不行 他如果說我們這個教育處家齁 他鼓勵這個老師 說比較難的齁 這個孩子 他好好把他鼓勵一下 阿鼓勵是怎樣 處長啊 我感覺到我們這個 這個校長齁齁 有的校長很好的 有的校長不需要擔心 他沒問題 他上班而已 我來到校長什麼問題 我沒有 我現在不是說這個校長 出現校了齁 最近齁 這三童案這個齁 有一些職位的人齁 跟我們社會 Socierelle 跟我們警察 要他做教學的安全舞蹈齁 這個校長 他沒問題 他說他沒問題 這個 我感覺跟我們這個社會齁 不能交代 你校長 你不去教孩子嘛 你校長把學生看得好 看得好 其他社會社 這裡上的社會社 你校長要有五者人的 譬如在 消防的 包括消防安全 包括警察要輔助這個安全 這個孩子 要把他 他趁機要去 要跟他們溝通 看他是要紋路 是怎麼要比較紋路的 校長沒有 都在我封閉的 校長 這個校長怎麼可以? 處長 報告議員 如果校長有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確實不妥 不妥齁 聽說也要退休了 就比較緊張 希望你要派一個比較好的 跟地方的 校長不是一個而已 所有校長都要跟他們交通 跟我們的家父 對他們交通 對我們這個 非常感謝 謝謝議員 謝謝王議員 針對資本國中補強的部分 特別的再提醒 請教育處要注意 不要讓王議員再上到屋頂第三次了 那我們接下來請洪宗凱議員 質詢尋答時間 十分鐘 謝謝議長 首先我們請一下 那個關山分局長 我想問一下 首先我要先恭喜你們上個禮拜 破獲了一個 在關山那邊有一個重力暴力的討債集團 新聞也針對這件事情大幅度的一個報導 幾乎每一台都上 這個大大的新聞 結果最後呢 大家還在想說 關山的民眾在想說 終於把這種情況會影響到自己身家財產性命的這樣的一個事情解決了 結果呢 到了晚上的時候 突然間又說公佈 說這個當事人無保賜毀 結果呢讓很多出面指控他的民眾 大家在那邊走到那裡 說這等下 這個辦公佈會再來給我尋仇嗎 這件事情你可以說明一下嗎 感謝議員對這件案子的關心 這件案子經過我們關山分局 長時間跟檢方那邊跟我們指導 我們合作之下 在上個禮拜我們做了一個收網的行動 只是最後我們這個嫌犯送到我們地院收 被財地無保賜毀 這可能是我們在市政上 在收集上有一點點不夠的地方 可是我們還是很努力 因為這個地方 對於法院的裁定的結果 我們也是予以尊重 也跟議員報告一下 也是因為我們有這樣的行動 事後有一些民眾 也私底下跟我們聯繫 都說他有被害的情況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事後 在我們秩序會繼續擴大清查 不是這個在網路上面 大家都在講說 這是我們台東還有很多恐龍法官的 法官他有解釋說 這就是我的問題 後來我去問了一些媒體記者 到底情況的一個流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當天這個當事人 他還在分局 還在問筆錄 根本都沒有移送到地檢署 結果我不知道是 行大還是哪個單位 就已經開始在那邊開記者會 是不是這個是 有急著要邀功 還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跟議員報告一下 這部分 因為當天記者會的整個過程 跟實際的決定 這是我們行大這邊主導 所以我跟行大隊長 起來說明一下 那麻煩一下大會長 好 那這個記者會是我們行大做的主導 那以往我也在刑事局也辦過五個議員 那個治平案件 那個案件 這個被害人 不管是嫌犯還被害人 還在偵訊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布新聞 因為這是一個 重大的一個社會的一個 一個事件 大家講給說 他還在偵訊 對 但是已經開記者會了 是有這個情況 我們都是這樣 重大的案件 包括一些掃黑的東西 我們必須要這樣做 這是符合公共利益的部分 就是有一些被害人 他因為懼怕這些嫌犯 不敢出來 我們的這個記者會都這樣做 那在我們的夾持案也是 夾持案 我們台中的夾持案 夾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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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做筆錄的時候 我們就要發布新聞 這個是我們有 我們警察機關正辦刑事新聞 有一個處理注意要點 我們都符合相關的一個規定 那 積不積壓跟他是不是有罪 那這並不是很相關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做一些施政的補充或加強 沒有這個邏輯喔 不太正確 我們能等到判決確定才發新聞 那如果判決確定發新聞 這個已經不符合社會的一個期待 那說判決確定是法院判決確定 對不對 那至少要在地檢署的部分 檢察官要認為他可以起訴 可是都還沒有進到地檢署 不是嗎 議員不是這樣 我在刑局發的新聞 幾乎還沒移動地檢 我們就發新聞 所以就是只要逮捕到人 在這個偵查 沒有我們要看事情 我們要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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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這個 這個事件到底為什麼後來無保釋回 是因為他根本沒有犯罪還是證據不足 不是這樣 如果說檢察官起訴最後沒有判決 並不代表他一定是無罪 因為現在是採取證據的方式 那我們的證據是不是足夠 不代表說最後判決無罪 就是他真的沒有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這部分就是負責我們的蒐證 報警察官 講到官這邊負責向法院生押 法官要看生押的要件 就是羈押 羈押跟是不是有罪又沒有關係 因為羈押要件有分一般性 哇那這樣我們選記就來跟黑白告就好了 這個董事長 我選舉我也被陳建格 陳前市長告破 我只是開記者會 然後呢 提到我這個檢察官已經有起訴這個案件 有開始調查這個案件 我就出事了 他就給我告了 所以這個當事人他如果 他如果現在無保釋毀 或是他之後呢認為證據不足 所以呢 他可以說你們警察局召開這個記者會 是足以影響他個人名譽那怎麼辦 沒關係如果說違法他可以來對我們提告 但是我們也是有想要認 這個偵察不公開不能講 那上次那個詐欺集團從大馬回來 一回來就馬上放掉 因為沒有試證嘛 但是後來 後來檢察官又補充了一些試證 把他被害的筆錄帶回來 他又把他當體又 後來又羈押 所以不代表說他回來他釋放沒有羈押 就代表他沒有 只是羈押的要件 你足部足以的犯罪試證夠不夠 這個事情喔 現在是換刑大在偵辦 還是是關山分局 這個關山分局證判 那所有都是我行大有在主導 新聞發布是我行大來主導 因為它是我們台東重要的事件 那掃黑案件我們一定要發布新聞 可以 分局長我來請教一下 分局長那請問一下 這個案件接下來你覺得你們 後面還會再繼續補充相關的證據去給那個 那這樣 沒關係 大家這樣回答 這個是偵查不公開 內容都不能講 因為都會影響到很多的一個事情 因為偵查不公開的場合 你一定開機這會 那也沒有所謂的偵查不公開的問題 沒有沒有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因為偵查不公開的東西 是包括詢問的筆錄 後續的證據 還後續的一些偵查作為那個 但是事實的東西 我們扣到了證物的事實東西 我們跟我們目前是穩格的 我們可以去發布 那後續的爭吵我們不能講 因為這會影響到還有被害者的權益 如果我們今天講的是不是 這個前方去篡證我們不知道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是不能 去再做一些公布的 好大家講 這個是這樣 我的重點是放在說 這個是民眾鼓起很大的勇氣 才去檢舉他 因為沒有人要跳出來 打這個賽說 到時候他沒有事就是我要出事 所以民眾鼓起很大的勇氣 才出來指證 結果現在當事人無保次回 所以呢 這個影響到民眾對我們警局的一個信心 那 結果呢 大家都可以體認這個基層遠景 大家的一個辛苦 可是這個過程當中呢 案子花了很多時間在蒐集這個證據 大家也都在講說什麼程序 結果呢 到最後看起來像是在標馬 就是在博取這個新聞的畫面 第二個也有可能的 就是說我們的程序當中是不是有缺失 因為現在民眾第一個時間想到就是 恐龍法官是不是又照出來 但是看起來跟恐龍法官沒有問題 看起來比較像是警局程序上面的一個問題 就是事情還沒有一個真正的完整的證據收集 就趕快記者要開記者會 趕快記者要把它公佈出來 有沒有這個情況 議員 倒是沒有 但是我就補充 我們這個案件現在也跟地點署密切的配合 那這都是講官大理指揮偵辦 那我們當然 我們會持續的在 如果有犯罪的事情 我們還會持續收證 那我們一定會保護被害者安全 如果所有相關的 就直接找我們 我們一定會保護他的安全 這個大隊長還有分局長 未來還有局長 就是未來在這相關的案件的處理上 看能不能再細膩一點 因為這個對民眾 真的是感覺到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怕到說 真的那一天晚上 五保四委的新聞出來 真的鬧得沸沸揚揚 所以這個部分 希望你們能夠考量 就是說在地民眾 他這個出面警局這件事情 花了非常大的勇氣 鼓起非常大的勇氣才敢出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希望能夠保護他們 就像我們在處理市區有幾個案件 他就是 旁邊有什麼廟 或是說看起來很像那個 姿勢 那些一些漏麻這樣 那這個民眾都敢怒不敢言 然後呢 打電話到派出所檢基的時候 很怕說 一直三交代四交代 拜託這五湯 讓那個當事者知道 是我來報案 那民眾都會有這樣的感受 因為我們是小老百姓 沒有那麼大的權力 所以希望你們未來能夠 在這個部分多考量 民眾的一個觀感 是 但是議員 這部分可以 未來可以做到這個部分嗎 來局長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剛才的那個提醒 那我想我們對於被害的感受 以及我們的保護 警察局跟各問題 我們會一定的全力來做 那至於這個案子當中啊 我們密切跟我們地監署 指紋檢察官 以及相關的承判的檢察官啊 密切聯繫啊 所以我們事後的後期的偵查作為啊 我們都隨時跟檢察官報告 然後再跟透過我們相關的 有新的事證 新的補強證據啊 我們來送給地方法院 我想這個案子啊 我們 我們一朝向 這個對時報安良 我們的是 責任監禁齁 我們一定要克服自己 例如說 這個新聞的一個發布情形啊 我想民眾 有資的潛力啦 因為雜電 電視 媒體 電視都有 但是這個是我們公布的事項 市長這件事情齁 已經隔了半年 它也不是當 馬上就發生 所以其實它的一個新聞處理 它可以在慢個幾天 等你們蒐集證據起了 要送地檢署了 也把握了 我們再來開嘛 這個重點在這個地方 不一定急著在那個時候去開啊 這個沒關係啦 大眾我們這個部分齁 的程序上回去 稍微再檢討一下 好 在裡面怎麼來走 比較符合大眾的一個期待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議員 好 謝謝馮宗凱議員 今天對這個受害人的這個幫忙 但我們像警察也不是萬能了 這的確是還要更多的想想辦法 下一位是田士雄議員 尋答時間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 我來請我們教一請 我們 吉後董 吉後董 這是我們豐田 我們豐田國小 我们那个育育班是不是 我们现在刚刚给他盖那个厨房盖了 那个幼儿园的 幼儿园 这次非常感谢我们局长以及我们房科长 鼎立的从我们就风陵国小这边 也把那个围场做得非常好 本来在这里对我们那些家长 对我们那些家长给你一个感恩 一个谢谢 那么到目前为止 好像是那个我们里面的教材不过 没有风陵国小 这好像科长比较清楚 是不是太好要不再不过 幼儿园 保育员是讲里面的设备吗 不是不是 你说里面好要不搞啊 没有吗 没有吗 因为你指的是幼儿园的哪一个部分不够 就是我们的风陵国小 里面那些教材不够 教士不够 目前并没有听到这样子的消息啊 这样 他们也没有征班啊 目前的班级数还是跟105学年度的班级数跟104学年度是一模一样的啊 这样就没有征班就对了 没有征班 没有征班 不是那时候是在去年的时候听我们的那个方校长讲的啦 对啦 本身到我们风陵国小 因为现在的学生也将近200多嘛 两三百嘛 也是一所非常非常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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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这个园区 那其他那村庄的都跑到这边来 把我们那个那个校长同事们 大家都争小孩子争的就非常厉害 那么我实在这里建议一下我们那个我们这次的那个 那补墙的动作 我们给你補这边面而已嘛 那后面走廊这边 这边这边没有补键嘛 那两个部 报告议员 我们那个补墙的时候是有按照我们那个耐震力香瓶的系数来排的 那那个它的系数比较高所以还没排到 将来会会会不强 因为那个校已经五十几年了 我是那个学校里面的第一届毕业的 我只是第一个比较 因为这个问题我有到我们科长好像有讲了很多次了 因为这位那些阻子和那些阻子 都是我们现在在说海沙鱼最厉害的海沙鱼 其实我们的国秀照要改建 那么有了阳校长的问题 他说要带他去他去 那我们大力支持来的东西都不能建 所以我感觉说这个 有个校长 好的校长也很多 有个不胜任的校长也非常多 我现在是要来我们大力支持来的 说一下 对真的对 好像说 黄一元在说的 真的对一些不胜任的校长 应该 应该 要多这些官员 多这些 督导一下 这些 真的有的校长 也有 这些事情我应该是不讲的 因为 因为长期来 你看 我经常在说教育是一个 它是一个非常良心的 的工作 因为我有干嘛要做 没有干嘛要做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 我这请我们 我们的校长 这些校长的管理 也应该多加指导一下 好 谢谢议员提醒 我也不叫你 郭义长要去办理好长 我们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 尤其还有一点 我们议员在这个议事堂上 所讲的事情 你没有动作说我们是在 给你们批评 给你们做的 其实这 这个统统是老百姓的声音 现在你看我们厚城国小 开始保护我们的工作 因为老板是看得到 那个大人做得不舒服漂亮 你看这小孩子 现在多方便多安全 大家都一直在议员 所以我每次都在议员 那科长你请坐 学议员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上次为了我们丰田工也现在 现在要建那个消防通队嘛 那么在兵器里面就是我们 全国的全中密里面要做一些 小球场 有建议嘛 后来就是说因为那个地方不适合 不行 不行去嘛 你有发一面公司吗 我 但是好像是这个里面的 好像有错误了 我根据 从县长这边跟副县长这边讲一下 他说不是啊这个问题是地方反对啊 哎哟 那这个漏差就很多了 应该不是这样嘛 对不对 封田运动丰园那个部分 两个礼拜前副县长又召开一次 跨局处的会议 那我们体育场场长也在这边 我们目前还是朝向就是盖这个曼树垒球场为主 对不对 所以 我在说的 这些集团如果有很多 不可以的 我们不要为何 那我们就 从旁边那块地 都做两个九分贵嘛 放在那里都在做钞封啊 我们就是给它整理一下 也不必花了太多钱 把那些杂杂段数砍掉 因为那边的厨余非常多啊 都是那个 都是那个 都是獨属啊 然后在那边出没的老百姓 我们常常在讲说 哦 这些管制服务多得到不可以处理你呢 那去完美了你也去处理一下 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无奈 我们不用去处理啊 我只能够去 要够去 管制服务 如果不可以带你信道 你够去也不够啊 他说我前面已经讲过啊 搞补肺价没有用啊 是不是对 所以我现在是在了解说 这次 现在意识要如何 要朝那个方向要去做 就确定是从做这个慢速壘球场 那当然原则上就是依照议员刚刚所讲的 我们在不违法的前提之下 尽快把慢速壘球场盖起来 好 那当时开始要有动作 哎 报告议员哈 这个部分 副县长两个礼拜前已经召开会议了 那我们体育场已经 着手在做规划了 好了 那就那就 那就拜托几十个了 那那你请坐下 谢谢议员 好谢谢 我来请我们卫生局长 三个早 早早早 早早早 早早 我看你两天改正都没人问你嘛 但是我不是问你啦 我是要来研究一下 因为在我们就 台诺县议里面 我们三十个议员 每一个人都来自各方 自己的股员里面 现在我们 这社会 有人家 有人家 我們要找一個人來扶植 還是有一個小窗戶 我們在這裡 用一個打開門請你給我們扶植 我是覺得這樣是非常好 那留住你的意思 是 我們去找一個窗戶送進去的這個地方 他後果然看到就有什麼人 那就感謝教長 請教長 謝謝主持 謝謝 謝謝田議員對豐田地區各個建設的關心跟注意 下一位我們登記質詢的是由中正議員巡答時間10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議會的同仁 我們議會的我們縣府集處的所長跟各課室主管 以及新聞媒體先生大家早安 首先還有請我們警察局的黃局長來 也早看你的 局長早安 昨天晚上 應該是昨天開始 我想大家都有看這個有關我們警政一些新聞 我本來是這一次 嗯 在議會啊 我也是不做這個在工作報告 這個部分 不做一個報告 但是 就昨天的那個新聞 那個宜蘭縣警察局 宜蘭分局 這個轄內啊 這個發生這個加油站的 這個毀損案 那麼這個案子呢 都震驚到了署長 這個署長 這個新聞媒體也報導啊 這個也是難得 這個震驚啊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造成了我們這個全國性 尤其是對我們警察 對我們警政的一個甚至是公權力的伸張 所以我在這裡我要跟局長探討 為什麼公權力沒有辦法伸張 你從那個影片 不曉得局長有沒有看 我看過了 有看過 那看過了 我也是覺得 因為這個案子喔 不是從頭看 是騙 這個從這個 都是騙斷的 沒有辦法 去 這個 了解 去愧竅他 整個的眼貌 這個案情的始末 那 既然 這個 都 讓署長都 這麼文文儒雅的一個 乳將 都震驚了 然後馬上下一個命令 頭不遲疑的 本局長遭到一個大過 那我來講 這個已經是很嚴重 那當然這個細節 這個案情 這個部分 我們去探討 那就這個案子 因為從影片 讓我看得非常深刻的就是 我過去執勤沒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哪還有 嫌犯 就是 當我們執法人員在場的時候 嫌犯還可以 做一些 不法的事情 繼續地攻擊 這個被害人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是應該 要匯救我們 平常我們警察執行 這個 勤務的時候 嚴正執法 有接對的關係 因而造成了東前一不戰 那局長 你認為 有沒有接對 跟一眼說明一下 如果我是代班的幹部所打的話 當我看到那個畫面 是用過去的摔 把它摔倒在地的時候 我那時候很高興 終於摔倒了 但是我沒想到後面 他把腿放掉 那這個案子 如果我是幹部 我是孫雷那個 情務 趕入現場的幹部 我一定 將這三個名的一個 糾重的年輕人 帶回拍所偵犯 同時 依我們刑法 現刑犯 以及我們173條 一倍犯公共危險罪部分 相關的其他的 有關匪損的暴力相向部分 全部蒐集之後 我們來移送給偵察隊 來立刻啊 將現刑犯啊 移送到地監署 這才是政策 這才是遵章共權力 但是這個探討起來 我們人雖然到場之後 這個案子到場之後 沒想到後段了 所以 所以我想我們署長 大概是動物到這一點 所以今天我們也特別 請我們警察局跟警務中央 接觸到報案之後啊 一定要了解案情 立刻要把它做出 快速的反應啊 能夠很嚴正的執法 我想對被害人的感受 加油站的老闆 也能夠寬心一點 如果說 誒 他說要怨傷回去了 如果我是那個首長 我一定是不許的 一定是 還是就辦之後啊 他有什麼前例 你訴說 我們寫在筆錄裡面 我們一併啊 送給地檢署 那局長 是沒錯 如果我們開了那個案子 那個是在加油站 又點煙 又是導火機 那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 像這種案子 所以平時我們要交友的同仁 當然是很多的案情要是狀況 之後沒有一層不變 甚至那個現場 真的是沒有辦法用勾肩摔 我們的警戒使用應該也都可以 所以我總是解的 在過去我服務期間 我也處理過很多警戒使用的 這個同仁的這個案件 但是我是覺得 真的是我們同仁都沒有錯 警戒使用 我想他的目的的話 除了保護自己 也保護第三者 甚至是被害人啊 那當然昨天那種情緒是 不至於這個使用 但是我看了以後 也不單單是這件案子 就是回溯了 就回想過去很多很多的案子 然後最近有兩件案子 一件是造成就是一樣的 處理那種類似的案件 造成兩名我們英勇的警察的同仁的殉職 活活的被打死 那一個只要是正信者那個案子 這個懸犯竟然都無罪 他給他施犯 那當然啊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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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 這個司法來做一個決定 這個不是我們在這裡可以討論的 但是我們面對這樣子 我們站在我們警察同仁的還有見屬的立場 我們同仁的實在是每天都是處在一個危險 不確定的那一種不安的日子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要懇求我們的局長 嚴正的執法 伸張公權力 那當然這個部分 我們要加強教育我們的同仁 怎麼個正確的執法 當然這個執法 從開紅單一直到用槍 這個都是正確的執法 看我們的同仁 看案情 怎麼來去面對 我想 在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 在教育上 應該多一個加強 包括信念 那第二件 就是 同仁士氣的提升 一位局長 真的是 我 見過的 我跟過的長官 應該是最貼近民意 也是最親民的一位局長 前幾天 在大午分局 局長是 幫發了這個 不安的一個獎金 到分局那邊去慰問我們的同仁 我真的是很感動 我們是不取而易的 因為我也有事 剛剛好 到分局那邊去 我也不知道局長是到那邊 真的是感觸很多 所以 我在這裡 我要跟局長 跟你做個報告 也不要做個提示 或者說明 我是 應該是要跟你報告 你是老前輩 也是老長官 我雖然是站在這裡 但是 警察的士氣 我們還是要 這個 要維護了 不管是已經退休了 或是在職 這個士氣是非常的重要 沒有士氣 就沒有辦法團結 就是一盤散散 沒有士氣 就是沒有氣力 那士氣 造成士氣不振 或者是患散 原因是非常的多 但是有一項 我認為我過去在督察科 我做的不是很好 你記得 我們督察科 對我們同仁不管是見屬 有婚商喜慶 他是有分單位 這個階級 這個職級 來做這個區別 然後來由這個 武長 都讓主力 或者是兩位副局長 或者是局長 來去致議 就是道場致議 這個做法是非常厲害 所以 這個職級的提升 是非常的 是有效 但是 局長 我可以跟你報告 類似這種事情 不要再分了 讓我們的同仁都能夠感受到 不管是基層 不管是分局長 只要家裡有婚商喜慶 局長 都到場 去致議 去關心 我想 這個是對我們 警察士氣 是最能夠提升 也最有效的 謝謝 抱歉 這個時間超過了 謝謝 謝謝議員 好 謝謝由議員 對警政的探討 我們接下來 下一位 我們請 蔡玉琳議員 尋到時間 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本席想請教一下 我們交易處處長 處長長 我想 處長我請問一下 我們台東縣 有幾所是有 學校有體育館 或是體育 體操館的學校 目前應該主要的主力 是放在台版跟土版國小 還有兵貌 兵貌國中也有部分 不是我是說 我們台東縣 有幾所學校 有附這個體育館 體育館的 這個數據 可能要查一下 才能夠跟議員報告 我想 我查了之後 我們 除了台東縣體育場 有志本國中 是不是 也有台版國小 這三所學校 那我在這邊想請問我們處長 我們現在 我們台版國小 我就直接把問題 講給你聽 我們現在台版國小 就是面臨要提操隊 要採班的問題 那我們在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也有跟教育處 有溝通過這件事情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 我們台版國小的體操隊 也是蠻多人的 有十幾位 那他們 他們這些體操隊 在我們的 董恒毅老師 他 教課兼教練的 三十多年的時間 來培育很多的學生 培育很多的選手 那我們 當我們聽到要採班的時候 我想請問處長 你的看法是如何 這個採班的問題 跟議員報告 台版國小這個 所謂的分散式的體育班 在一百零二年的四月二十四號 教育部的公文就要求全國 通通要把分散式的體育班 全部裁冊 那我們是在上個月做 體育班的資源 這個重整的時候呢 才發現我們台東縣還有五個學校的分散式體育班 還存在 所以當時我們就馬上召集 這五所學校的校長 來做這個開會 那我們就告訴學校說 依照規定這個一定得裁 那學校可以有幾個做法 第一個就是評估 看看學校有沒有辦法成立集中式的體育班 但是集中式的體育班 教育部的規定 最少一定要十五個人 所以只要沒有達到十五人的 他就沒有辦法轉成集中式體育班 那原則上 我們也跟這五所學校有做了一個確保 第一個 就是運動基層訓練戰的經費 我們一定會積極的幫學校爭取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 如果是跟棒球有關的 那就是申請體育署的棒球社團的經費 那除此之外 我們教育處在上個禮拜 又針對這五所學校 簽了將近六十萬的人士費用 跟設備的補助費 就是希望在八月一號以後 這五所學校目前只有太平國小 因為人數足夠 他們可以成立 已經轉成體育班 那另外這四所學校 我們一定會繼續扶植 讓他們的運動項目能夠繼續發展 那台版國小這個地方 我還特別去跟董教練說明 我告訴他說 你放心 這個台版國小的這個優良傳統 絕對不會因為分散式體育班被裁測 而受到任何的影響 好那廚長謝謝你 我再請問一下 像我們台版國小 前幾年我們的體育體操館 也差不多花了三千萬的經費 來去做那個體操館 那如果說我們沒有辦法 往後了 以後當然現在不是 以後如果我們的體操隊 沒有辦法繼續成立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來再繼續運用那個體操館 包括議員 我想基本上 我有信心也有把握 台版國小的體操隊絕對會繼續存在 體操隊如果繼續存在的時候 當然我們很高興 但是我在想我們體操館 我很想要說 我們來繼續來活化的運用 比如說有幾所學校是分散式 沒有辦法到集中式的體操隊的時候 可不可以那幾所學校 可以到我們的台版國小 互相交流 互相交流到體育館那個地方 來做一些比較樂趣性的活動 這樣子的方式 讓那個體育館不要說 有荒廢的可能這樣子 是 跟議員報告 如果真的有一天 台版國小體操隊經營上真的出了問題 我們一定會讓台版國小的目前這個體操館 成為台東線的體操發展的訓練中心 能夠去吸引更多的孩子 不管是放學後或者是寒暑假的時間 用娛樂營的方式 讓他們有興趣去接觸體操 謝謝處長 這是我所期待的 謝謝處長 謝謝請坐 那我想再請教一下我們衛生局局長 店員長 局長長 局長我想請問請問一下 你們的救護車的派出的那個什麼 申請實用是怎麼派出 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嗎 像你們救護車 你們我們的達人轄器的救護車 衛生所不然就是大午衛生所一樣 我們是怎麼派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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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怎麼使用的方式 局長 一般如果是發生意外的話 通常是打消防局 送到衛生所 衛生所的救護車通常是要 要送到 如果在衛生所沒有辦法處理的話 才送出來那個 那個台東市區 那如果消防隊的救護車已經派出 都沒有了怎麼辦 那臨近的救護車 閒置在那邊 功能在哪裡 還是由指揮中心來調派 那指揮 消防局的 局長 我跟你講 最近發生的狀況好了 我們達人那個地方 最近出了一個車禍 那車禍剛好是 一個婦女 騎摩托車 車禍之後 我們叫救護車 叫消防隊的救護車來 高級救護車 送了一部出去 那當然另外 只剩下這麼一部 那另外 另外一個病患 就躺在地上半個小時 都沒有車子來 他說要派 泰馬里的救護車來 那從泰馬里到我們安塑 差不多要20分鐘 25分鐘 躺在那邊半個小時 又這麼熱 那鄉民就在問 衛生手有救護車啊 為什麼不先使用 大物有救護車啊 為什麼不先使用 怎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讓我們三者 就躺在馬路上半小時 是 理論上這個是 那個129 那個打 應該是 消防局要出 他們是情務中心出動 去現場 是啊 他們有來 有接受一個病患出去 我們的三者出去了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人 就躺在地上 那救護車不能一次再兩個啊 可是我們衛生手有兩部救護車停在衛生手 大物衛生手也有幾部救護車停在那邊 最起碼你把它載到衛生手 急救站那邊先緊急處理一下嘛 是是 對 理論上這個情務的吊敗是由消防局的 他如果吊敗我們的救護車的話 我們還是會派車出去 他如果沒有跟我們講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難回後 醫療已經夠缺乏了 連這種救護車都沒有辦法來支援我們 我覺得真的是有點 對我們難回後 很實在是很 很 不太好的事情發生 那希望我們那個救護車後的實用後 真的 局長我們要好好的那個 把它說明清楚 實用的 實用 該實用的時候要趕快實用 該出動的時候就要出動 不要讓我們的鄉民 還好當時那天後 我們的 車禍的鄉民是骨折 如果是大失血怎麼辦 我看兩分鐘 兩秒鐘就人都不見了 這樣是 這樣不太好 謝謝局長 謝謝 我再請問一下我們的那個社會處的處長 也好 處長 我們每一年的低收入 低收入戶的申請案件 我想處長 不管新舊的案件 我們 我們處裡面 有沒有再去下車 綁查 恩 恩 恩 您有報告 那個低收入如果是複查的部分 我們 救助科的同等都會去做仿事 大部分都會做仿事 你們的仿事是新的還是舊的 嗯 新申請戶還是舊申請戶 都有 都有 就是那個總清查那一段時間 可是我從來沒有看過 社會處到我們轄區內去訪查這些 申請戶中的案件 應該有來演 欸 什麼時候有 因為每年的11月一直到隔年的 三月 你們都是交給鄉公 我看你們都是交給鄉公所去訪查的 那個公所的部分 他是那個 那個申請的時候 那個出審的部分 公所來負責 那出審完就會送到憲政府來 那包括副審的部分 也都是憲政府來處理 都是憲政府來 那我們去 出審是鄉公所 對 那出審你們就不用去 跟鄉公所一起去訪查嗎 出審的時候不用 那他送到憲務 他受禮王又會送到憲政府來 那憲政府來 會做第二次的 就會做那個副審 這個提送入戶 有的時候 真的是很苦的人 你們沒有給他過關 那真的是很幸福的人 就可以申請低收入戶 很幸福的人就是很聰明 很聰明就小聰明就來 很多他會一些案子 很多他的財產就會轉移 或是什麼這樣子的 這樣是很不公平 有一些很很辛苦的人 孩子也只有三個 但是他每天都要去工作 申請低收入還是不行 也沒財產也沒什麼也不行 也沒有車子 每天騎摩托車 人家低收入戶 有交車開 有房子可以住 你們真的是 沒有確實去房產 這是對我們很多 匣的鄉民很不公平 抱怨 那個房市的部分 一定會去 希望處長 房市部分 我們要確實 有時候你看到的是 假面 不是很確實的事情 還是我們要對那個 真的很疾苦的家庭 還是要確實做到很公平的 這個議員的情況 這個我們副審的時候 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好 謝謝參議員 接下來 我們請張振輝議員 尋答時間 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 我們敬愛的議長 各位 這個幸福的夥伴 大家早安 那首先請 我們的 這個教育處的處長 劉處長 處長 這在我們南徽縣的問題都一樣 我們跟蔡議員也都研究過了 像我們過去做一個投資 在我們達人台版國小 蓋了這麼漂亮的這個體育館 沒想到他的體育班必須要被彩測 原先本來學生就少 你要單獨成立一個體育班 其實是有困難的 當然是就像校長剛剛說 處長剛剛說的 都是 這個叫什麼 分散合辦自來上課 如果你們現在都廢掉了 那麼對原鄉 有興趣的血統來說 對他們是一個損失啦 校長 處長的看法 那麼議員 我想這個部分 我會未來跟羅道勳校長來討論看看 我們在寒暑下 能夠去先推動 所謂的這種 娛樂式的體操 讓幼兒園跟低年級的孩子 讓他們有興趣 那如果這個孩子有興趣 他就有可能想要去轉學到台版國小 那我們也希望說來輔導 台版國小能夠成為我們台東縣的典範特色學校 那這些 處長你的經驗非常好 問題來了 現在學校都招不到學生 又把好不容易有的僅存的機會又轉過去了 那其他的校又面臨困擾 對這個實際上各校 跟議員報告 未來的整個教育發展裡面 每一個校長都應該要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他的學校沒有特色 他的學校具有可能會被淘汰 我剛才說了嘛 學生這麼傻 好不容易維持 你要經歷特色又不能有專班 怎麼辦 報告議員 那接下來就是要靠經費 經費一定要長期的到位 顯然我們還在對這個問題 還沒有很好的一個構想 我想處長再試看看 有機會大家聊一聊 怎麼樣面對這樣的一個困擾 譬如說 我最近也有冰爆國小也跟我反應了 我要請教處長 一個班 既然我們在推小班 要多少人以上可以分成兩班 我們現在的國小園編制是29人一班 我記得台東縣應該是32 只要達到32就可以拆成兩班 31 問題是他確實有困難 可是在面白國小一班28個人 27個人 相對來說跟其他的學校 學生的權益或者老師的負擔都有不同 他能不能像這種偏鄉的小學 特別3D小學 這麼多人 他能不能就因地制來分成兩個班 一方面也可以解決你那麼多的流亂教師 小朋友又能夠兼顧到 只要校舍夠 我覺得這應該是可以做這樣的思考吧 副長 因為這個試設中央的法令 這個對我們教育處來講 我一直是認為 中央的政策跟實際地方的執行 會有落差的原因在於 我們很相信 地方行政是需要因地制宜 你才能夠推你自己的特色嗎 不然教育制度是他們定 但是人數的多寡 如何經費利用 權限在我們嗎 不是嗎 我非常認同您的看法 其實台東縣的教育經費 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於 所謂的學生人數跟班級數的設算 對我們台東縣是不公平的 因為他就是以每班29個人去設算 但是我們台東縣有多少的班級 每班只有三個四個五個 所以我們會 我們會希望不只是縣政府 包括我們的議員 應該要很強烈的回應嘛 過去中央政府的預算 他規定不得第3%的這個編列預算 教育經費 現在裁掉了 反而我們就越來越糟 我們是不是可以針對偏鄉的地區 因為學校在每一個偏鄉的村裡 他不只是教育學生 讓學生有及早受到社會化的薪討 更重要的是他負擔整個區域的文化的象徵 也是文化活動的推動的基地 如果我們把這些都忽略掉了 對沿鄉來說 對台東來說 都不是好事嘛 對不對 是 黃外議員 在今年的8月1號 8月2號3號的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 我會針對 中央對地方的教育經費的社算 提出臨時動議 要求他們要重新檢討 好 謝謝處長 如果有必要我們全體議員也都願意 簽名支持你了 我覺得對我們地方是有好處的 不過話說回來 我們還是建議處長 再考慮看看 邊鄉好不容易的這樣的小學 一班有這麼多人 確實是對學校來說不方便 如果可以參加兩班 其實對我們整個台東來說是好事 好不好 我盡量武力從中央先解放 好 那處長請坐 接員 那我們衛生局局長 張局長 醫院長 好 接剛剛我們蔡議員了 是 整條南迴線 對醫療救護是非常的關心 是 陳如剛剛我們 蔡議員說的 只要發生一個小中型的車禍就好 立刻就碰到 我們這個救護車的調度的問題 是 事實上 差不多衛生所都有一到兩部的救護車 可惜的是沒有納入這個緊急救護啊 是不是處長可以 呃 局長的不能跟我們消防處 消防局 是 或者是我們縣府做這樣的答案 我們真的要建議大家 能夠成立一個 這個叫做 呃 緊急救護的這個聯絡的方式 統一的調度嘛 不好意思 你自動化的話 對 是有一個指揮中心 是 可是 到底是不是真的 這個車出去以後 還有沒有車可以持續 在當地來說 不要 因為消防局 總是用他們自己消防的這個救護車啊 是 可能是因為他們 只有手上的資料 只有那些 而沒有把你們衛生局的消防車 不是 這個救護車也納在裡頭 如果能夠把這些資源整合 由我們消防局的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指揮中心 統一的調度 我相信 蔡醫院剛剛提的 是 會減少很多啦 好不好 人命關天 如果能夠把我們僅有的資源 做統一的調度 相信對整體的救護 是有幫助的 是 未來黑鷹大概應該是106年才會到 如果也能夠加入的話 我覺得台東的整個緊急醫療 會幫助很多啦 對 好不好 為了我就跟消防局長 我們討論 有再跟議員回報 好 局長請坐 好 謝謝 超空 看你太無聊 找個議題跟你聊聊 當初啊 政府為了要活化整個社區啊 特別推動社區發展協會 對不對 成立社區發展協會 也在推動這個業務 請問貴處 現在是哪一科在阻擋 欸 方議員在我們那個 救助科 什麼 那個救助科 救助喔 對 好好 處長請坐 來科長 科長 我想請教啦 很單純 處長請坐 不考你 不考你 你們是如何來輔導各社區發展協會啊 簡單的講 因為目前的話 我們這邊社區的承辦人在我們這部科有一位科員 那我們跟各公所聯繫的話 各公所也都有社區承辦員 好 現在是你們直接輔導社區 還是委辦給相公所去輔導 我們也有直接協助 因為畢竟有一些專業 你們在負責監督 指導他們這些營運是不是 是的 好的 你們有沒有給每一個社區發展協會服務手冊 有 如何運作 有 它應該要有的法律會邊也都有給 是 有關於它如何做 譬如它的會計制度應該怎麼處理 都有 你們多久培訓他們一次 原則上我們就是說每季 我們這邊會下鄉跟各公所的承辦人員 直接過去現場 每季 真的 來 再我們去看一下 是 我要看一下你們知道 因為有很多人都在反應 你們有定期評鑑 有 獎成制度是什麼 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評鑑 我們今年的評鑑才剛結束 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們原本每一個社區發展協會 都有50萬的基金 對不對 萬一用掉了 它怎麼回補 可不可以用 如果用了要怎麼回補 沒有回補 你怎麼處理 生產建設基金 有一個比例分配 也就是說 依照各社區 還有公所還有縣付 這邊一定的金額 那金額大部分全部累積的話 是50萬做定額 好 我提醒你 你約一個時間 是 我們南迴線走一下 你抽緊個社區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可以 謝謝 我31號總質詢 之前你帶我去 可不可以 可以 你挑一個時間 好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好謝謝 謝謝張議員 今天針對衛生教育跟社會 就來做各面向的探討 今天 上半場最後一位 是我們林崇漢書記長 巡查時間 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主長 請大家馬上請教教育處處長 主長 上個禮拜 我們在 因為時間太早 我在本期在跟你 好 反覆這個上次 上個禮拜我跟你的一個質詢 這個黑寒是不敬敏的不處理的 我剛才跟處長講過了 上個禮拜 對 那 處長 本期上次要補充的就是 事實上黑寒不處理 但是也 這個 會產生這個問題 教育系會產生這個問題 是期待有事 那 我相信 本期在這邊也是要 重點也是要提醒你處長 這個是考驗處長 你的領導能力 跟 你看事情的整個一個通牌的 一個 一個 細膩度 本期在這邊也期待處長 能夠多多去發掘 教育處 教育同仁的問題 能夠在第一時間就處理 不要讓這個黑寒很氾濫 這個處長 你可以答應我 這沒問題 謝謝議員 第二個就是 處長 上次本期也講過這個 所謂的這個 校長 校長的案件 事實上 現在全身有問題 教育工作者 因為教育的環境不一樣 我相信 處長 您跟本期一樣 都是從這幾層的教育出身 事實上 現在目前 教育工作者 所面對的社會的問題 太多種了 所以 教育同仁所遇到的壓力 跟這個 包袱也很重 這個也需要 處長您多多去關懷 是 不只是關懷學生 當然也要關懷第一線 工作的 我們教育者的工作人員 好嗎 是 做好嗎 這沒問題 好 處長請坐 你到社會書 是吧 是吧 好 等其想要請教你一個問題 如果 假設 我們現在 發生第一件事情的 勞資爭議的 不要 不管是勞 勞方或資方 有爭議 不管是哪種爭議 處長 你第一時間你會怎麼處理 勞資爭議的話 基本上是 要申請 那個調解 勞資爭議 調解 調解為先 了解事情在前 如果不成立的時候 再走那個施法途徑 本席上次 本席在上一天議員的時候 我們對這個勞工處理的方式 尤其是外勞處理方式 本席一直有很多的意見 因為 現在的外勞 資訊的發達 動不動都打1955 不管他對不對都好 但是我覺得奇怪的是 我們在處理外勞的問題 通常沒有很仔細的去 全方面的去了解這個狀況 那 我說一句很 本席說一句 比較不重心的話 我把這個案件丟給你們 當資方發生爭議的時候 這個老闆跑掉 當這個工作 這個我們這個勞工工作人 辛辛苦苦的 做了好幾天 做了幾個 沒有辦法領到工錢的時候 交給你們處理 你們沒有辦法處理 但是你們要去罰人的時候 速度很快 欸 我就覺得很奇怪 難道這個事情 沒有辦法先釐清真相 那個釐清這個事實的 這個原有 然後就處罰 這個本席覺得很 很納悶 尤其是1955 現在外勞 很喜歡用那個電話來檢舉 不管他們認為可能權益受損 當然本席認為 法律的這個標準 在前提之下 當然我們必須要遵守法律 廠商如果不遵守法律的話 我們就當然要開法 但是他有 他有申訴的意見 你也要給他申訴啊 對不對 處長你可不可以 本席的說法 方言那個申訴是那一個採法之前 這是必要的程序 就是一定會做一個所謂的行政調查 要會請那個當事人 到那個勞工課這邊來做那個意見陳述 這個動作這個過程一定會有 處長你這個 所以你支持本席的說法對不對 處長你說我請那個勞工行政課的課長 課長 感謝你 因為上次本席請你來了解南迴縣 有一個廠商的外腦問題的時候 那你也很用心的在協助這個問題 可是本席還是對我們貴客處理的方式 還是覺得還是有待要加強 我們這個承辦人很奇怪 好像這個正義使者當久了 喜歡去這個薪資標準 他如果幫我聽這個廠商陳請 他幫這些外勞工人算薪水上兩萬五 結果廠商算是兩萬七 他既然說那個比較高的薪水是不合理的 我不知道他的用力在哪裡 不能夠因為處罰而處罰 這個我覺得好像很不太合理 而且我們有聽過廠商都有反應 他去這個好像有聯合去打1955這個外勞的申訴電話 結果後來這個資方去調查 結果十個外勞有三個兩三個都沒有打 連電話都沒有打 科長這裡面偽造溫素的事實 有沒有 有沒有吧 你告訴我有沒有就好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如果我十個人都打這個1955的地方 但是後來一查這個時候 這個十個裡面是有三個人沒有打的 但是這個人一直帶頭說 我們通通都有打 那 陳辦人要不要接受這個資方的這個 這個質疑的地方 科長你呢 你認為呢 這個部分我會先去了解 可是如果打1955 因為如果他只是包他自己外勞的姓名 不是嘛 我今天就是想說 今天如果我是因為有一個人 這個他們外勞都有一個頭嘛 一定的嘛 就我們講的霸杖頭 就是頭 你頭 帶頭造反下面有人就造反嘛 我們不要說造反啦 那個帶頭有一件下面就有一件 但是問你說 我們通通都有打電話檢舉 結果下面那兩三個是沒有打電話的 那你不覺得這整件事情就很奇怪嗎 蛤 蛤 是 你認為呢 我上次就是 好 我在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們假設這個陳辦人是很認真的啦 好不好 很用心的處理外勞的問題 但是如果說假設一個 陳辦人 下班的時間去跟這些外勞 來來來我們大家工作檢討 我們來檢討一下 我們來討論 我們如何來讓 這個 這個 這個喔 我們的赤方呢 來退 來讓一步 讓現在不能夠 處罰 這個也很奇怪喔 本席質疑喔 本席質疑 這個陳辦人到底有沒有跟外勞說啊 我可以在意識上大膽的假設 你可以假設嗎 你認為這個 我的假設有沒有 本席的假設有沒有道理 因為這個可能要去查證 對吧 所以你沒有把真結的問題 跟本席反應嘛 那謝謝你的努力啦 但是我知道 你是什麼時候來擔任科長 今年1月1號 對 從本席上一屆一點到現在 奇怪 勞工行政科的科長 每次都是陳辦人 有一些問題 好像科長的解釋給我都是啊 就是這樣 好像類似這樣 噗嚨噗嚨的這樣 我這次嘛 我要嚴格的來 來讓這個事實能夠呈現 我們很尊重外勞在台灣的工作權 我們也很尊重外勞在台灣所受到的待遇 但是如果資方是有誠意的 我們就不能讓外勞去需求 這個是本席所堅持的 因為明明沒有發生的事情 但是明明是合理合情合法的事情 資方認為合情合理合法 但是不曉得 我們貴族的陳辦人 為什麼認為這個是處罰的條件 而且上次本席也跟你講過 我跟科長也講過 大家坐下來先談一談 你的外勞這邊到底有什麼意見 那資方這邊到底有什麼回應 我們是應該要做這樣的協調 而不是立即的去處罰嗎 科長也說是嗎 是 那所以這個陳辦人的心態有問題 那本席不是說這個陳辦人的心態不好 那也許他很盡忠持守 但是要設身的這個反過來想 也要替我們的資方想一想 是不是外勞 你看上一屆的 上一屆的本席在處理富剛 有一個外勞攀護的事情也是這樣啊 這個外勞明明表現不好 他就每天可以打1955 那我們陳辦人就很認真的去查 那就聽信這個片面的這個外勞的這個 那個所提供的施政 那你看本席剛才講的一樣啊 十個裡面都抗議啊 十個裡面都檢舉啊 但是經過調查 這個資方來問那個外勞 來 你明明一個一個來 這位有兩個說 我們沒有打電話老闆 我們沒有打電話啊 那我就覺得奇怪啊 那這個到底要受理還是不受理 醫生這個可能就比較難去做確認 簡單嘛 我們就像警察大會一樣嘛 那個帶頭來 每一個都來 證明你有沒有打電話 你有沒有打電話 你問就對了 他如果這個有打 兩個沒有打就有問題了嘛 這代表這個 這個申訴他就本身他就有問題了嘛 不生簡單的事情嗎 你那時候我要承辦人就相信說十個裡面都有打電話 但是科長你要去查啊 是 一個十個裡面有打 那個有兩個沒有打 欸 這就很奇怪啊 是不是在同彩的壓迫之下說 來來來我們一起檢舉來 跟著我們就有糖吃 這不對 這個心態不對 是 我也說心態不對 再來 本席還有一些證據 還有一些畫面 我是還沒有拿出來給你看啊 在講 你好好的去糾正我們承辦人的心態 坐下來好好的講 到底人家要的是什麼 外老需要的是什麼 資方的解釋就是什麼 你說一個平衡的主理好不好 好 謝謝科長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一座 謝謝林崇漢議員 我們今天因為主席時間的掌控不是非常精準 我們到十點五十再繼續開會 好 休息 好我們繼續開會 好 接下來我們下半場第一位登記的是我們海端鄉新選出來的張全新來議員 尋答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各位局所長 大家早安 那首先 警察局王局長 警察局王局長 警察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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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關我們台九線上在331公里處 有一台車座上機 就在我們關山靠近美國學校附近 那台上機設置的位置因為有點坡度 對 所以說有關我們有點上坡的駕駛在行進那個路段的時候 常常會油門一踩那就容易就造像 那下坡的駕駛有時候為了要避免被造像 有時候常會有那種緊急剎車的情形發生 對那如果他們緊急剎車的時候 其實就容易造成後方追撞的危險 所以在這邊想要跟局長來 我們互相討論看看 有關這台車座上機設置的位置 或者是它的速限 是不是有可以再做調整或討論的空間 那它的可行性可以嗎 請局長 我想這個案子我們很多頁有反應 那我想那個進入我們觀山市區 包括往南或往北的部分 速限稍為60公里四線 然後進入市區就50公里點 感覺是確實是有值得去研究 但是為了我們這個問題 也曾經透過道安會報 我們也去協調過 那基於考量就是說 我們這個交通在市區裡面的一個民眾的行的安全部分 所以我們用這種方式來 至於說位置是不是在拉開 我們可以來研究 我們想這個是議員提醒 我們會請交通隊 再重新是不是在跟工務端這邊 再來研究 是不是可以稍微拉長一下 好那再麻煩局長 因為想說有關這個部分的設置位置 或者是它的速限 我們都在討論看看 我們再稍微做調整或修正 那希望說這可以做得更完善 更美好 那第二個是有關我們 在規矩有關工作報告上 那有看到所有警察同仁的用心以及辛苦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所有鄉親 還有我們所有縣民都可以體會到 也有感的 那有關第十點 就是落實職務協助的部分 那我想我們海關鄉 它比較位居偏遠的地區 那就以我們山區 物路村以及利稻村來說好了 因為我們物路以及利稻村的村民 平時都務農 那有時只是為了要提款 都要冒險 因為我們路況不是非常好 那都要冒險去下山去做提款的動作 所以有鄉民有跟本席來做陳情以及反應 那看了一下我們山區的部分 好像發現說 有關利稻派出所 或者是我們物路派出所 這部分能不能與我們的金融機構 去做協調 或者是相關單位去研究 請警局這邊來做協助的動作 看能不能跟他們來合作 來放置我們提款機器 來方便我們鄉民做提款的動作 好 謝謝議員對於我們鄉民的關懷跟照顧 那對於我們鄉民提款的問題 這個長途爬射到市區中心 我們也希望說棋盤金融機構 對我們山上的海端鄉的鄉民 在提款營用前的時候也比較方便 那這一步我們行大大隊長也特別跟 我們相關的金融單位包括融會 是不是可以在那適當的位置 來裝設 如果在我們利稻村裝設一下 我想對鄉民也有很多照顧 這步我們再繼續努力來協調看看 好 那就是再麻煩 再麻煩我們警局這邊 再協助一下我們 有關我們偏遠地區的鄉民 因為其實我們目前才有 我們目前南迴公路 我們這個整個路段 其實是非常不穩定的 常常會落實貪方 那有時候鄉民只是為了 誰要做一個提款的動作都一定要冒著 冒著生命危險下山 那如果可以在我們屋路派出所 不管是所內或所外 其實在這附近 或者還有我們利稻派出所附近 我們跟我們的金融機構去做協調 或者是相關的單位去做聯繫 我們一起來合作看看 是不是能夠來設置我們這個提款機的部分 那就再麻煩局長 我們來建立相關的 包括郵寄我們都來協調 是 好 那麻煩 那再來是 居長 不好意思 每年的三四月都是我們利稻稱 對不起 都是我們所有布農族 我們最重要的祭典 也就是社爾濟狩獵的活動 那在今年四月的時候 本鄉有辦理社爾濟狩獵活動 那當時真的要非常感謝王局長 以及我們觀察分局長 非常的非常努力的協助 在當時的事件中做了最快 最有效率的處理 也讓我們的社爾濟能夠圓滿順利的進行 但是在這邊本期就是想請教局長 就是我們如果在未來 譬如說明年 甚至是未來在辦理同樣文化祭活動的時候 如果有關狩獵申請 因為我們鄉民一定是做合法的申請 那一定是準與狩獵的時候才上山 那就是活動前一個禮拜上山 那未來如果這樣子的話 因為今年就有碰到有關保安警察 在做執勤的勤務 那我們也相信 我們也相信也尊重我們警察同仁依法行政 但是因為如果我們在狩獵的時候 鄉民看到就是有在定點巡邏 就有關保安警察做定點巡邏 或者是執勤的部分 其實都造成我們鄉親 還有很多狩獵的就是鄉親鄉民 他們心裡有點人心惶惶 那我們是不是稍微在演藝看看 是不是我們在做更好更有效率的溝通 或者是事先我們先發文 或者是告知我們當地的居民 讓他們知道說他們在狩獵期間 可能會碰到我們保安警察做執勤的勤務 那也可以避免他們會誤以為說 開放他們申請 然後很像要就是在後面再追著他們這樣子 我想這部有一個演奏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中央是保氣總隊 他負責是森林警察的工作 那我們台東有一個分隊在 在助打在我們台東分隊 那一般來講在岩石 我們的這個林地的話 都是屬於我們森林警察的 他們的食物範圍 如果是很單純的 要維護我們去加民府的 或是向養加熱情遊樂區 有登記去森林日山的 一般來講保氣總隊 他會去維護他們的安全部分 而且在保育先導方面他也會加強 至於說如果說我們設計的時候 我們向農業處申請 或是我們聯名處申請之後 我們都付出給我們分隊 那因為是不同的體系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上次一月給我提示說 我們馬上協調 我們保安科 馬上跟我們保安的駐地 在保育總隊的一個分隊長聯繫之後 我們觀山問題是 觀山說我們尊重我們傳統的設計的文化 我們都可以尊重 不會說避免說去那邊跟農民 有什麼什麼爭端 那這一部分除了這樣聯繫協調之外 那我想也給村民一個很正確的觀念 就是說只要設計期間 我們會維護他們這個期間的一個 瘦類的文化 那至於說保育的宣導 或者是說維護向陽 要去向陽那個遊樂區 家民族 其實純粹是在那邊做維護的部分的話 我想這個是他們也會跟村民說 至於說他們有所目的的時候 要去查記揮法的這些動作的話 應該也會避開這個所謂設計 那我想我們這個多旺協調 觀山分局長很用心 所以說這邊要非常感謝王局長 以及那個觀山陳分局長 在當時就做真的非常 立即做了非常有效率的處理 所以我們所有就是 當時的設計的所有鄉親 都非常感謝 就是我們警察同仁 還有局長 分局長的用心 我們會照這個模式 來實際上協調 這個跟議員說說明 好 所以說本期要非常感謝 就是局長 以及分局長的用心 以及我們所有 觀山分局所下的 所有辛苦的警察同仁 那他們在保障我們所有 我們鄉親的身邊的安全上 以及我們社會秩序的維護上 其實都做了非常認真的努力 非常努力 也做了非常完善 所以我們鄉親都可以感受得到 也能夠認同 也非常感恩 那就謝謝你們 來局長請坐 謝謝 那接下來衛生局局長 局長長 那本期在這邊想要請教局長 有關我們原住民 應該每年都會有一個醫保 醫保生或者是護士保送的 一個考試 那不知道說針對這個部分 會舉有做什麼 方案處理 或者是進度 目前是在哪裡嗎 就是說有關我們原住民保送生的部分 是 沒有保送生 沒有 沒有沒有 是要考試 是 可是考試的時候有沒有跟他們稍微做宣導 說有這樣子 請問是醫師還是護理人員 還是醫事人員 醫事人員 醫事人員 謝謝大會主席 就要請坐 好 謝謝張全新南議員 接下來 根據質詢的是 劉淳哥議員 巡查時間十分鐘 主席 主席 秘書長 我們局長 還有分局長 客室主管 我們處長 還有客室主管 以及這個媒體先生 女士 還有同仁 大家好 大家早 我們這個 我們台東縣警察局的這個工作報告好像非常的進步 我們這個一眼所提的案 這個工作報告裡面都給我們回答 在這個這個後面這裡寫得非常清楚 表示我們真的很用心 但是看一看我們警察局的員工同仁也非常的認真 在我們台東的這個資安也在進步中 希望會更好 所以在這裡呢 我請問我們這個交通隊的這個隊長叫張國動 張隊長 醫院長 早 你到任多久了 四個多月 四個多月 這樣子 從哪裡來 原本是在後勤課長 在哪裡 後勤課長 警察局後勤課長 好 那我請問你 交通隊 我們在看到這個本線 我們的神道 都設有這個報上行的這個警示燈 在我們的各個路口對不對 那是你們的工作 對我們安全的提升 它是真的是 倍受肯定的 但是我就在跟你探討這個事情 我們東海岸有幾座 十五啊 十五 台九縣 台九縣 台九縣好像大五那邊 全縣加起來好像是六十九 六十九 會不會太少 這個 我們有再努力了 現在我們有一些新裝色的耗製感的部分 三色耗製 我們都會互掛 今年 今年又加裝兩座 是 你看這個規格你們有沒有統一 原本剛開始做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是給各鄉鎮 有時候是因為東管處做的 所以說每一家的廠商不太一樣 你們為什麼不規定的規格 拿給他們說 我們應該要做這樣子的 這個規格 不是更好嗎 要不然有的亮很亮 真的是有那個作用 有的要亮不亮 要按不按這樣子 好嗎這樣子 可以給浪費 從今年開始我們新設的部分 我們都掛在那個三色耗製感底下 那大概廠商的部分 大概就會統一 對啊 你們應該統一啊 怎麼有大小之分呢 你們自己建制的是有嘛 對不對 還有公務機關也有建制 那個公務管理局也有建制 是不是這樣 還有相公所 對啊 應該要統一比較好看耶 是 對不對 是是是啊 什麼時候可以改 什麼時候可以 我們盡量朝這個方向 因為如果已經有壞掉的部分 我們拆換的部分 就盡量朝 因為每天晚上 我們這樣經過 真的那個燈 感覺上 很亮的話 真的是有警示作用 不亮的話 感覺上就很不舒服耶 對不對 希望這個年底 你們全部統一 製造一樣的規格 可以不可以這樣子做 如果還是在 這樣也是美化立化耶 如果還是在保固年限之內的話 可能是沒辦法換啦 對啊 你可以要求相政公所嘛 他們提供的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可以要求他們 可以跟他們溝通協商嘛 是不是這樣子 好 不要說掛了就好 有膠帶就好 對不對 我們要以別人的感覺 作為感覺嘛 不是這樣嗎 不要以自己的感覺 作為感覺 這樣不好看 好 希望能夠增加啦 對是 這樣子的話 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耶 你們掛在路燈那邊可以嗎 這個是合法的嗎 當初都有跟鄉鎮公所誰聊過 因為現在路燈管理是屬於鄉鎮公所 所以說 也經過他們同意 然後台電也有同意 但是我們每個月都有繳那個電費啊 對 我們要考慮到人家的這個 這個觀感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掛這個廣告在路 在那個路燈的那個柱子是違法的耶 這個環保他會取締耶 這個這個都有經那個 那個管理單位談同意啊 這樣子 好 希望這個年底齁 一粒 都是非常亮的齁 不要亮不亮沒關係 交代就好了 希望不要有這種現象 好 謝謝 年底齁 我們盡量朝這個方向 因為他每一個都有保固年限 如果還在保固年限 我們把它換掉這個 可能在企業上 每一座齁 他大概都有一個使用年限 他如果還是在保固年限之內 我們就給他換掉 這個在契約上 可能有一點不太合規定 就是說我們盡量朝這個方向 以後設置的時候 就朝統一個規格這樣 新設的部分 對 一定要要求那個規格 不要送 像政公司送給你們這樣子的 不合標準的 你們就不要接受 好 浪費了 我知道我知道 好 請坐 好 謝謝醫療 我們成功分級的局長 分級長 分級長我就要問這個取締超速的這個牌子 是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統一了 包括議員 感謝議員關心這個議題 我們現在有使用的 有關 過大零檢 或者其他情務使用的 相關的號牌 是以前大概100年到101年做的 我們今年 100年到101年之間做的 那我們今年有調查過 已經重新統一再 重新自發給各單位來使用 多高 那個高的 小小的嗎 我們都是 沒有小小的 它是要統一規格 對 統一規格 我們現在我們分局是做統一規格 那統一個牌面 供給九個牌手來使用 是 最近使用了嗎 怎麼還沒有看到 我們最近已經發下去了 那可能部分單位還沒拿出來使用 這個部分我們會在獨島來改進 真的是要改進啦 要不然有的時候你們用那個紙牌 用木牌 要不然去掛在橋墩 要不然去掛在這個路燈 不好看 你們應該要有一個SOP的這個呈現 你知道嗎 有的時候我們路過 你們在那邊測速 我們都不曉得 因為你們沒有掛起來 不好意思 我們應該沒有用紙牌跟木牌 那大概都是鐵字的 鐵字的部分 那因為以前 100年到101年做的時候 牌面的文字還有大小都沒有統一 各單位自己來做 那今年度的部分我們已經有發現這個問題 也感謝議員關心這個問題 那我們也有統一做一個全分局統一適用的一個警示牌面 包含設數照相還有交通機場的部分都有在做 那做好之後已經 現在大概已經都發給各單位 那部分單位在使用的時候可能還延續舊的 那這部分我們會再來助導改善 是的好你真的有用心 希望掛在這個路燈的柱子的要拿起來喔 是 對有時間你去 你去行事一下 真的有的有掛在路燈那邊是不好的 有一點騙太大了 是 即使你們沒有測速 前面就掛了一個前有測速照相 對不對 這個會讓我們的百姓有一些滿意 好 請坐 謝謝 局長啊 這邊喔 我有一個問題要跟你探討 就是有關喔 本縣嚴景每個月超勤 今天可以報的金額約一萬兩千塊嘛 對不對 一萬兩千年嘛 是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是一萬兩千年 一萬兩千 好 然後 其他縣市的像嘉義市它有一萬七 嘉義縣它有一萬三千 宜蘭縣它有一萬五千 這個是我了解的 為什麼我們台東縣的這個超勤的時數是 津貼是比較低一點 這個是依照我們的在五六月份的時候 報的輪數去編 超勤加班費 那我想超勤加班費並不是固定的津貼啦 比如說我們群務繁重的部分啊 我們依照各分級的年景書 外景年景書 統一然後三個月檢討一次 那因為這個是不算固定津貼 我們有群務有加班的時候 我們才一規定來核發 那這一部分喔 我們也會隨時來檢討 那至於說縣市為什麼 可能各縣市的財政是不一樣 那我們台東縣 我們也用來徵集這個經費啦 但是可能財政困難了 我們還積極 很多議員也都有提到案子 我們會來積極努力協定 以前都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對 往年都是編的一萬二 因為它這樣你們一個月的話 超勤時數是多少天 照理講像其他都會區啊 他們是設定說 不要超過100小時 多少小時 不要超過100小時 那因為我們有些 比較久的 不比較前啊 比如說剛畢業的 他的按照每個小時的一個 加班會的金額是不一樣的 他們換算錢不一樣 所以說在剛畢業 你要包到100小時 扣掉輪休之外 我想一個月22天 如果休假快20天來算的話 一天4個小時 我想這也是超過80小時而已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這個目前 隨時來檢討 有沒有人領過超過1千萬塊 有 也是有啦 最多多少 我們最多 像分級啊 就績效很優良 他們有特別標竿學習啊 就是給他一萬七 如果說實數來講 經費雖然沒有那麼多 但是他的經費在控管 各問題控管之下 也有人報知一萬七人 那是一種鼓勵他 來情路是非常認真的 有績效表現非常優越的 來給你鼓勵 是 好 那謝謝局長 是 謝謝議員 好 我以上執行 謝謝各位辛苦了 謝謝劉春哥議員 接下來登記 質詢的是 林禪天議員 局長時間10分鐘 謝謝大陸主席 觀山分級 軍局長 最近每天 有關於觀山分級 收養流浪狗的一個故事 在社會引起很多的感動 市議員 我希望你回去 把那個環境一定要頒獎 社會的良善 尊重這個叫生命教育 感謝你哈 謝謝 被流浪狗的尊重 忍一忍之間 可以跟動物相合這個社會是進步的 再次感謝你 請坐 這個交通隊長 交通隊長 我直接跟你拜託 我們的根深路口 我們的果菜市場 出來那條路 常常發生重大車禍 我希望你 若在經費許可 把建構一個設施 裝置 避免很多民眾不必要的糾紛 我拜託你 謝謝請坐 那個環山局長 議員早 老早 老早 我希望說會成功 要突破過去那種傳統 不要在內鬥爭 你聽到嗎 我知道 這是小小給你拿這個 你站在這個圍 你老好真面目 是一個快樂的感覺 我不知道 戰兢好時 你的父手 我相信不管醫療上 在你們的團隊上 都是平安把這個團隊帶過 等於人跟人一天要有感情 你做到一個中間的人 你對你的保守 你一定要聽說 不是說本事在這裡問你的時候 你用那種態度 跟陷害的願意 我沒辦法接受 因為這個未來 感謝你的團隊 使命能用心 跟你的保調是一直的 我感到懷疑 你的人家 不是這樣你用操作 你過去在一間大便 掌管到一個醫療 會體制 基劑 你禁止到醫療 可以讓我 這是很難得的 一個給你表演的機會 所以說 你要提升 你自己 無比的那種高雄的順項 不是想到一個政客 你要幫你操作 上帝說 這這樣叫做鼻子 我不知道說 你把台東人答應 在18.04年 我才治療全清楚 十月 三十 你說要見過 一個台東的 一個行為手術 的中心 那個警察局長 我請問一下 來拜託一下 當警察 跟大夫 在施殺的時候 警察如果腳跟 斷掉 或血管斷掉 請問在第一個時間 要送到哪裡就醫 第一個時間 送到馬街宴 馬街宴有醫生嗎 有嗎 一般來講 鼠動醫院可以啊 急著是 我給你回事 很拜託 那才有副山口 跟皮膚口而已 這要給你了解 你請一下 我要給大家了解 來請一下 在這個時候 台東人 在血命受到 抓捷的時候 我總管他 我心裡 撲到這個兄弟 對你的警方 你也伸出元首 你已經跟台東說 一年裡面 你要建構一個行為手術 我請問 機長 什麼時候能夠 實現你的怒言 快樂 當時 我不知道 在要簽名 在要簽名 三年後 不是啦 來那個錄影帶 錄影機 那個應公司 拜託放一下 我在這裡要再拜託 提醒我們的警長 給台東人的承諾 我一直沒有忘記 我一直沒有忘記 那首歌忘不了 你會唱嗎 我不會 你不會唱 我私底下我可以教你 來 你面對這個鏡頭 台東人現在在看 你就很勇敢說出來 我總管他對台東人的醫療 就是一個社會主持人 你當時要建構台東人的 社會主持人 你當國的台東人的那些 不要再插 他一直沒有人來做 你當時我都建構給他 你大方說沒關係 台東人支持你 給你 生氣要來拔你 生氣要來拔你 那我給你一點時間 好不好 既然你跟台東人 說拔你 你三天的人 有法當 給你一年的時間 把這個威脅 這個威脅 這個醫療 一定要把它建構起來 你要讓人民有捧進彈 我要感謝台東人 也要感謝你 謝謝 我們把醫療的第一大步 把他貼出去 我跟你分享 一年 謝謝啊 謝謝 謝謝 我希望你做這件事 一定的 給台東人對你 應應萬萬的懷念 你要了解喔 鼠東醫院 無消水把病人生氣 起碼你有監督的立場 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 你把醫院擺爛 電梯壞了 成功分院 往生者 塞在那個電梯裡面 你說情何以憾 醫政 在你手上改革 我對你的要求 我也對你的期盼 台東人也共同在期盼 不必再內斗了 放下 公務人員保有的尊嚴 給他們有一點點的空間 我不為誰講話 只是講良知 社會 社會 本來就是要個轉型正義 讓好的公務人員 為這個國家做事 他不會覺得有一種傷感跟挫折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緊急在台東 我希望說 我們每一個開的經濟 都是一個很良善的 那個社會所長 我拜託你 我希望在你基礎裡面 要去成立一個人球的緊急 一個聯絡中心 人球啦 你知道嗎 不要說 在第一個時間有報上來 你們判定那個是人球 你們就有一個小組就馬上進入 社會才能夠和諧 因為這個機構 跟權力都來自於在你手上 你發揮你的功能 讓社會降低傷害 這我要求 我希望你去做 我們不必要說有所對立 任何的對立 這個社會不會進步 我們今天在講的 520之後的台灣 包括我們的台東 是一個良善的正義轉型的開始 我期待我們各部 包括我們的警察局長 多多疼你的部署 在他們的生活的領域 包括安全 包括家庭的問題 你要琢磨去關心他們 這個社會才能夠健康 來 李先生 來 衛生局長 我上開始所做的要求 你在台東人再做一次 你人生中的一個 對台東二十三萬的 限裏的一個承諾 你再說一次 行為手術 這個團隊醫療 我不知道 你要把他放進去 因為我尊重你的醫療專業 但是我不知道 你心裡在這裡 再一次 跟台南說清楚 無論政治如何探究 你有需要中央 來跟你協助的時候 我會拜託我們的副議長 拜託洪宗凱議員 拜託我們的議員 我們做的來共同跟中央說 跟環衛委員說 我們在立法院 我們可以為台東的醫療 能夠開一個公廳會 台東人就是你後面 你不用怕 這沒有政治色彩 不管你站在什麼位置 你換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留下來是一個 美麗的回憶是你 你當時要做 教長 像你頂端說的一年來 一年來齁 那現在剩下三個月 不知道啦 做不夠我下台了 蛤? 做不夠我下台了 什麼東西做不夠? 你代理的條件 沒有 啊這你要跟台東人 支持這三萬台東官民 包括我們的金錢 好朋友 包括小學家 還有家的好朋友 都在這些現場 來共同做建設 在這個時候 我期待上台 是可以讓你自己 選舉這條路 是怎麼這麼幸運的 因為有上台 對你的加持 我相信 你看我好不好 我 上台一定會有得到 我也很高高的人 我對上台我 很辛苦 我本來就是交友 因為我有信用 人就是有信用 所以我就跟人家 建立一個 真實的感情 那不要把 台湾信用 拿到政治裡面 你用不清楚 就像那個奧桑 奧桑你聽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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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一個禱告而已 歹徒都不會激發指斷 不要偶爾說太習慣了 過你亂神了 我希望啦 教長 不過我提醒你的團隊 第一個 社會轉型 把食安問題 切實去落實 尤其 未來的食安問題 是建構一個台東 未來觀光的一個主軸 如果能夠把台東的食安問題 高度的管控 觀光跟台東就有信心 你認為呢? 你認為嗎? 是的 是的 尤其很多食安 有靠有很多的專業 你要積極去宣討 我們台東的二十台 那個二十台 那個二十台 那個娘家那台 你去賣一些時間來宣討 這是台你知道嗎? 這是台中什麼? 東台有限 是啊 啊那個娘家南部主角是什麼? 你說台東你也拜託一下 你來的人 你來的人 一個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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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六千年 被那個娘家 那人家不會刷 啊你不用去打 你那個醫療團隊 我希望你要先導的 腸病毒 緊急醫療體制 有什麼tempo 你要怎麼做 你要告知我們 所有的百姓 所有的人民 我再次在台東的面前 先易先生 跟你感謝 張冠宇一定要把台東的 行為所住醫療 要把他建築起來 我代表台東的民心給你部長 我期待的事 我希望你的承諾 能夠實現 對這塊土地 是有良知 是有情感的 好不好? 可不可以? 可以 啊你嘴嘴才叫不叫不叫 這樣 也比較大聲 可不可以? 確定 確定嗎? 確定嗎? 好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林三天議員 接下來天議員 尋找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現在是 今天是工作檢討的最後一天 那 昨天 在立島 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那 在座的相關科試呢 在座的各位 工作檢討的科試呢 也不是相關的一些 但是 本能就此 這個 我們這個 八十幾 台經的這個龍王雕啊 被獵殺 在這裡 稍微 發表一下自己的一個 感言 因為 立島在 傳統的產業 轉型成光光產業的時候 這是一個陣痛 那當然 社會業者 他 這樣的行為是 確定違法 嗯 但是 昨天 我就很感慨的 在FB上 告訴我們 的朋友 立島 還是每一次 每一次去都會不一樣 還是有很多 喔 可以讓你去 挖掘的一些 立島的美 我們不希望這個個案呢 就把立島整個抹殺掉 我也希望說 我們縣武 所有 相關的單位 對立島 還是要秉持著 我們讓立島 更進步 更能夠 邁向國際觀光的度假的島嶼的 這個跟各位客室的 喔 相關的 情況 相關的一些 就是工作的內容 都有 都息息相關喔 我們繼續大家一起來努力喔 那接下來我就想 請教一下我們那個 教育局長 不是那個教育局長 教育處長 不好意思 處長我們那個 體育館的問題喔 那這兩天有沒有請你的部署 遇到國中的部分嗎 對 跟議員報告 他那個體育館 包含建築物跟土地 都是屬於遇到國中的 那目前是由 那個相公所來代管 水電被他們一年編七萬塊 主要是因為上個月 發生了 該去開 這個體育館的這個 這個人喔 他沒有去開 開門 所以導致了這個鄉民喔 就直接把窗戶破壞 然後 裡面當然 這個 水電的部分啊 都有一些 這樣子好不好 處長 跟這個龍王膠的事情是一樣的 因為有一個人違法 你不能說前立島所有的移民都違法 所有運動愛好者 去破壞那個門窗 只有一個人去破壞 不能抹煞所有 愛好體育的人 因為那個叫做立島鄉立 體育館 我就搞不懂為什麼會是 產前 土地我知道是立島的 那立島國中的 是 一邊我記得那個時候是 憲政武撥款是撥給鄉公主來 蓋在那裡 那如果說這個體育館是 立島國中的體育館的話 他就不會掛一個 立島鄉立體育館 那這個問題 在哪裡呢 我們不能說因為一個人破壞窗戶 這個體育館你 立島國中就有這種 這種那個能案 就把它關掉 處長你認為這樣妥當嗎 報告議員 基本上 綠島國中是因為要修繕 他怕在修繕過程中 造成了人員的一些不便 所以他們是因為修繕才關閉 那目前相公所跟校方已經 約好時間了 要討論後續 未來再發生這件事情 怎麼去做處理 所以我有跟立島國中的校長講 我有跟立島國中的校長講 你需要監視系統 你需要一些防盜設施 你沒有機會你跟我一眼講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神 你不能因為個人的一個人的違法行為 然後讓所有愛好體育的人沒有地方去 因為有的那個也是一個親子的地方 有的爸爸會帶小孩去那邊打羽毛球 去那邊做活動 立島畢竟沒有什麼好消遣的 也沒有電影也沒有什麼 所以處長我請你 告訴立島國中盡快 上一次我跟你講就是 因為我所了解立島國中可能有一些厭言 那就是立島相公所給他的精衛 還有一些不問不問的那種態度 可能讓立島國中的贊成造成一種那個 所以我那天我跟你大概說了一下 真的精衛不足的話 我們是不是交易處 也相關的方面在這個提議館後面 好來給一些 有些費他們一年是補助立島國中七萬塊 我會再了解看看夠不夠 好 那他們今天就會召開閒小會了 對而且喔 有時候壞了 修善不能是立島國中來修善 因為這叫相立體育館 是 所以處長 為什麼我要 不透過立島國中跟相公所我來做那個 我要請你出面就是 立島國中是現立的 相公所是相立 那個體育館就莫名其妙 這個弄得好有一點 真的很尷尬 好處長 馬這個問題要馬上儘快解決 我會特別忠實 好謝謝請您請坐 衛生局長 就叫你一下 局長那一天我們有問 你有跟我講七月要有一個放射是要 那個嗎進駐 那我們這個放射是從哪裡來的 報告不是七月要 今天書是七月要可以多一個人 沒有關係 我要知道的是說 我們這個放射是 不是別的衛生所調來的嗎 是我們要重新公開 公開徵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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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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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徵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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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一下家裡的溫暖 回鄉嘛 這樣的服務他可能心態上跟外面會比較那個 所以說我在這裡 拜託局長盡量我們可以的話 當然這是公平的公開公平的那個啦 如果可以的話就我們的盡量考慮 因素要考慮這個進去好不好 好謝謝你局長 啊局長我等一下我再請教你一下 如果說我們立島的醫療大樓完成以後 我們的醫生編制嚴耳還是一般衛生所的醫生編制嘛對不對 目前是這樣因為要見到一個人 這樣好不好因為他這個公務人員有一個 可能要到程序部或是什麼 是不是立島因為地理環境特殊 那有醫療大樓了 我們是不是我們縣議會來提案 由我來提案建議中央修法 剛剛能不能在這個立島蘭里這個衛生所呢 能夠言而的修編 把醫師的編制 增額 這個是等於是一次就解決 這樣的問題你認為可以嗎 因為如果你以你叫縣長來調派的話 你在頂多在調的話你桌金見桌啦 你調這邊的話這邊少醫生 調那邊來那邊少醫生嘛 那如果是立島因為有醫療大樓然後我們來提案建議中央 人事相關的單位來修法 讓立島的醫生是不是顏耳能夠多一點 這樣你的認為可以可行性多高 對應該等衛生福利部去爭取 因為這原諾是衛生福利部去決定 因為像蘭嶼 因為他是原住民哥尼島 所以他有三個醫生 三個醫生 那綠島雖然是尼島 可是 那邊就是兩個 這樣好不好 不是 就讓你聽到我的意思 這是我們現在環遊的邊桌是這樣 我的意思就是 建議在我們 叫劉威宛 我們上岸去 我拿了 我立島因為地理環境特殊 所以我立島的衛生所 帶有附有醫療的 一種急救的行為 急救戰的一種屬性 所以要多編制 醫師的眼耳 過編就對了 我們來提案好不好 你跟衛生福利部 你就要稍微塞一下 這樣好不好 好 OK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謝謝 謝謝裕議員 接下來更新發言的是 吳秀华議員 尋找請問 謝謝大會主席 各位客室主管 大家午安 首先 要請教的是 警察局局長請起 你好 局長想請教一下 在您的認知裡面 我們台東縣 除了假日 有塞車的狀況之外 在平常 在您的認知裡面 台東有塞車的問題嗎 在我們的 比如說像夜間的時候 或是中午時段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人機商店 像我們縣政府 我竟然看到 南京人 回家的 他還是排隊 在 就人機商店部分 其實也是很多人潮 那至於塞車部分 目前來講 除了我們 南北公路 太久線 大虎 金輪 兩個路段 都有實施管制 所以 覺得感覺有受 交通阻塞的問題 是 那在市區方面 可能局長 您沒有特別覺得 哪裡有塞車的狀況對不對 但是今天我要提的這個問題 卻是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們市區的確有一些地方是塞車的 這個路段在哪裡呢 局長 可能您平常 因為小朋友沒有在讀書 所以你可能不知道 就是在新生活中 一直到東海國小 這些學區 甚至於另外一個方向 延伸到馬蘭國小 這幾個學校的聚集在一起的 這幾條周邊的道路 都非常的擁擠 特別是下雨天 更是嚴重 只要在上學放學的時段 都是塞的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這邊呢 接受到非常多民眾的陳情 他們都淵深載道 希望警察局可以拿出一些作為 來尋求解決 首先我先請放映示力 幫我放一下第一張圖好不好 好 可以再放大嗎 這樣看起來有點小 來我們可以看到綠色的部分 就是我所所謂塞車的路段 在新生國中 新生國中的所在地是 新生路641巷 新生國中到新生路 新生國中到開封街 這個巷子 它絕對是塞車的 另外呢 漢中街到新生路 中間的這一段開封街 塞的也非常的嚴重 另外呢 從新生路的這一段 我們可以看到兩個點 就是四圍路到開封街 也是一樣非常的雍色 好 這是第一張圖 來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張圖 這張圖大概在鯉魚山附近 也就是東海國小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整個 正氣北路 局長如果您再上下去 直接有去那邊看 你就知道整個正氣北路 幾乎是塞到洞壇不得的 包括這個巷弄裡面 我看到的是 家福中心的巷子 一直算出來 整個長沙街 正氣北路都非常的塞 那當然從新生路 從開封街一直到 這個正氣北路口 一樣也是塞的 這整個路段 只要在上下學的時間 都是非常雍色的 那其實我大概初步算了一下 新生國中 他有1800個學生 光新生國中 那我們假設 只要有800個學生 他是由家長做接送的 不管是開車或者是騎車 那在這個路段 就會有800輛車次 在那裏做移動 這還不包括明進的 馬蘭國小跟東海國小 所以車輛的流量是非常大的 在上學跟放學的 一個小時裡面 那 就我的觀察 因為我自己也要接送小朋友 所以在我的觀察裡面 我在幾個重要的路口 是有看到警察的 像是開封街跟新生路口 這邊都是有站警察的 四圍路跟新生路口 也是有站警察的 但是我看到的警察 他是控制紅綠燈 那另外呢 有的警察是就是站在那裡而已 那我很納悶 站在那裡是要做什麼 就只站著看 就這樣子看 就站著看 沒有任何的作為 是想說民眾看到他 就不會違規了是嗎 不違規的狀況 交通就會比較順暢嗎 但是並沒有 即便是沒有人違規 這麼多的車輛 那整個地區還是非常的擁澀 所以我在想 局長 我想請教一下您的看法 或者是交通隊 有沒有什麼可以更積極的作為 來改善這一個附近區域的這個塞車的問題 在上下學的時間 我想這個部分 在新生國中 我請你去請我們台東分級 再跟學校校方 包括接送區的車輛以及那個時段 放險時段 依照那個批次來放 不要一下子通通出來 那一定會塞 因為車輛的家長開著車來 要載小朋友回家 那這一部分我想我們 在針對這些 剛才所提示的這些學校 在上下學時段部分 我想我們請交通隊跟台東分級 去部分學校來做一個溝通 有沒有 就放險像新生國中 學生真的是很多 是 像那個有的家長 他必須要在附近繞了N圈 才有辦法接到學生 對 那這部分我們就看那個接送區 放在哪個地方 可以我們協調校方 學校的這些管理的 我們來劃設那個停等區 是 那你們有跟校方做過這個聯繫 有共同來開過會嗎 甚至就當地的里長 一起共同來規劃這個路線 這部分我想 我們請台東分級 在詳細的跟 包括詳細派援所 剛好配合我們這一次 我們推這個 學習安全守護聯盟 就是希望能夠透過我們的名利 我們的志工 包括我們島務志工 爸爸媽媽他們 共同來協助我們 畢竟早上的時段 警力也是不多 因為我們都輪番來輪番行動 你們的警力是 轄區派出我派的 還是交通隊派的交通警察 這個是都是我們轄區分級為主 台所 因為交通隊還有一些監控時段 我們在外圍的監控時段 還是有派交通港來輸導 所以說我們有關的副統專案 包括我們像李一山這邊 我們為了要輸導交通 我們都有 那我想在這個 上下寫時段這步道 我想這種 我們依照你剛才所提示的這些路段部分 我們再來做詳細的規劃 是我覺得 我覺得警察局 應該要更積極一點的作為 像是我們的這個 在控制這個紅綠燈的 這個應該是 比如說要連貫 或者是說我們的警察 是不是應該適時的做一些交通指揮 我相信應該每個警察都 有受過這種基本的訓練 有指揮應該是可以讓 這個車輛的流動更順暢 我是建議應該要更積極一點的作為 另外可能在先生國中的部分 當地的居民也有做一些建議 他們可能會建議 建議的方式是說 在巷子裡面 在上學或放學的時段 是不是改成單向的順向的這個車流 這些我覺得你們應該都多聽聽地方的意見 來做一個討論好不好 我們就針對這所學習 我們著急 我們請交通隊 大家來溝通規劃 是 一個很完善的一個輸展 我希望說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再積極一點 那在近期之內 可以讓我們看到這個交通阻塞的 這個狀況有改善 不然其實台東市會塞車 這還是蠻特別的 還以為來到了台北 那這是第一個 要跟局長您這邊做討論的 要請你們多努力一下 解決這個問題 再來呢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局長 我們台東市的這個 不要說台東市 整個台東縣市 我們這個監視系統的比例 大概是有多少 監視錄影系統 來當長 好就這樣 設置 謝謝您啊 我們台東縣總共的監視系統 總共有8849隻的一個監視系統 是 那 在你們來講 你們覺得這樣是夠的嗎 夠用的嗎 我們有多少個路口 但是我們就只有8千隻 當然 目前還是不夠 是 那我也跟你們要了一個資料 在今年度來講是監視系統 我們新增的監視系統 只有7個地方是嗎 105年是增加7個系統 是 那 7個 只增加7個監視系統 這個會不會太少 這個是我們的 7處 7處有 有45隻的監視 是 那這個比例來講 等於是7個路口增加了監視系統 這7處地方 那在權限來講 這樣的比例會不會太低了一點 那是 因為我們的 預算的問題 或者是什麼其他的問題 我們目前現在 我們的 建制經費大概就是 專業補助款 是只有400萬元而已 是 那地方本身是沒有編列 這個監視系統的 預算 那 因為現在很多我們的 破案都必須要靠監視系統 那 所以我在這裡 可能要跟局長建議一下 可能要想辦法 再多找一些經費 來做這個監視系統 那另外呢 就是你們建制這個監視系統的優先順序 到底是怎麼樣 就譬如說這 今年度的這7個地方 它優先順序到底是怎麼來的 可能要很多民眾建議 或很多議員建議 那你們的順序又是怎麼排列的 這個部分我想 簡單的說就是 我們是按照 我們議員的建議 或者是說 各分級的建議 然後按照他發生的治安 跟交通的一個建數 然後我們 來做先後順序的 那我大概是了解 但是還是請局長 看看能不能再 下個年度再多編一點預算 看能不能 我們議會也會來支持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好 謝謝 吳秀華議員 接下來登記發言的是 高美朱議員 尋找時間10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秘書長 這座各級處的局長跟處長 大家無安 我想請問一下教育處長 處長 首先恭喜你這次的全議會 你班非常好 每個老師都戰戰兢兢的 非常辛苦 我在這裡想問一下處長 近年來學校校長負面的事件 評傳應該很清楚 影響到學校教育制 你應該也很清楚 我們該如何強化校長 臨選的機制 我想聽聽你的說明 好 跟議員報告 我們其實現在正在啟動 校長的臨選機制 包含現任校長的部分 他如果今年想要異動 或者是他任期已經滿了想留任 我們正在透過臨選委員 到學校針對家長 針對老師 針對職員工去做訪談 那如果這個訪談的 績效良好的 再加上我們教育處也有 積分的一個配比 就會讓這個校長繼續留任 或者是遵照他的 意願調整到其他的學校繼續服務 那對於表現不佳 尤其是訪談的結果 得到第一線 甚至連社區 老師都不支持的校長 我們就會 在臨選委員會上面 透過充分的討論 看看是否 要讓這個校長 繼續擔任校長的職務 所以我們是非常慎重的 那對於新任的校長來說 因為他還沒有當過校長 我們就會請他 就他想要去的學校 來臨選委員會 跟所有的委員報告 他打算如何帶領這個學校 以及這個學校面對的問題 他打算怎麼樣去解決它 那最後呢 透過臨選委員會的討論 來選出這個校長 最適合到哪一個學校 那除此之外啊 我也跟議員報告 我們從104學年度開始啊 我們就加強了校長的平時考核 那這個部分呢 都會列為我們在每一年 對校長實時工作表現 到底要給予他 什麼樣的一個 績效的評定啊 都有做了這個明確的一個紀錄 小燃謝謝你 你說得非常好 可是我們都知道 教育人員 我們要適用他 比一般人還要用高標準 你也很清楚 可是校長 本來就是一校之長 我們也都很清楚啊 不過 我想說 這裡有一個建議 我們是不是在 領選校長的時候 我們 可以 增加考試前的 那個 個人品性 跟私生活 如果這個應該要納入進去才對 你認為呢 教育委員 這個是很好的建議啊 不過 基本上我們教育處 大概沒有這個能力 去了解 他的私生活的部分 我說他個人品格 我們是可以 個人品格的部分啊 那當然我們可以 現在目前有不少的縣市啊 包含我自己過去也擔任過 台南市這樣的一個角色 就是他要考校長之前 我們就先到這一位 考生啊 就是這個 報名參加校長考試的 我們就到他過去服務的學校 去了解 過去跟他共識過的人 對他的這個 工作表現 還有他的這個 私德的部分 去做了解 這個目前在台灣 台灣大概已經有三四個縣市 開始在啟動這個機制 而我也不排除未來 可以把這個納進去 好 主張 那就有勞於你 還有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們都知道 禁用原住民教師 執行的結果報告是說 原住民教育法 在第25條規定 並認原住民族身份教師比率 應不得低於 因不得低於學校教師 原兒的三分之一 或不得低於原住民學生 占該學校生書的比率 在200 2013年 五月原住民教育 教育法第25條修正規定 在原住民主重點 學校例如是台東還有花蓮 必須聘任原住民級教師 原兒三分之一 並在條文實行五年內達成目標 自條文修訂規定 而至今兩年本縣執行的比率 結果如何 我想知道這個 若無法達成目標 探討可能的原因 我們如何改進來改善 報告議員 很 這個坦白的跟議員報告 我們目前其實並沒有達標 那過去的做法 我們是在教師爭士的時候 用加分的方式來處理 但是最後的結果呢 其實真正錄取原住民級老師的 原額並不多 所以我們今年改變的做法 是把原住民的老師 單獨列出來一組考試 這樣子呢 就能夠比較容易確保 他們考上的比例增加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 公費生的申請 我們盡可能的是跟師資培育的大學 要求我們要優先 請你去聘聘 具有原住民級的公費生 奔發到我們的台東縣來任教 但是不管我們這樣子的努力 我都必須很誠懇的跟議員報告 到107年要到位 其實也是很難的 因為我們原住民重點學校太多了 那這裡面其實還有一個更更重要的問題 是必須我們要認真思考的 如果在這個時間點上 到了107年 我們台東縣所有原住民重點學校 把原住民師資全部都補滿 未來可能10年到20年內 台東縣任何一個原住民級畢業的師資生 幾乎完全沒有機會回到台東 他的故鄉任教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們也一直在跟中央討論這件事情 我自己本身也是教育部的原住民委員會的委員 我們也充分討論過這個部分 但是大家都說 目前因為法還在 所以我們就是依法努力 所以站在我的立場 在107年以前我大概就是盡可能努力 但是一定還是要得為以後的原住民主的年輕的師資 去為他們去做考量 不過教育署長 這些現有的階段的話 是不是你們還是要 要納 怎麼講 就是原住民還是要把它納入進去 如果有實民的話 你應該是三分之六是有三個人 根源報告 我們目前 今年到底考不考國小老師 才沒有定案 那我們目前的預估是建議會希望要考 那原則上就是 蘭嶼獨立出來 一個考區 再來 假設我們有 假設有20個原額好了 就是在台東 我們在本島的部分有20個原額 我會希望的是一半一半 好 謝謝我們的教育處長 處長先生 院院 那我再問一下我們的衛生局長 院長好 衛生局長 校合兒 也謝謝你幫我很大的忙 謝謝 去年我在第二次的定期會的時候 有談過 我們長壁衛生所要夜間門診 你做到了大概在一月初到一月底嗎 其實後來我發覺不是他們不願意上去 你應該知道我們長壁衛生所 你看那個路 簡直是要跟我們軍人一樣 我生病了 我還要爬爬這個好汗坡 你很清楚 就像各位在座的都是行難 你們可以啊 可是我們老人家是也是行難 都是叫行動困難 你知道嗎 那個坡度是多高 我一直認為這是可以解決的 我希望局長這邊可以會同我們縣長 我們是不是提一個案子 把我們現在衛生所移置到我們派出所前面那塊地 我知道那塊地你們又把它房回給我有財產財產局 你們說那塊地很小其實不然 我有去進去看過 他那個正面是寬大概是八米還是十米 後面其實有一大片都是被人家佔用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去爭取的 呃 警長你認為這樣可行嗎 這個包吟我想我們會後再去了解一下好嗎 可以嗎 可以 那本期看什麼時候我來等你好 好不好 一同去會看 謝謝 謝謝 你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謝謝高美朱議員 接下來登記發言的是 張祖然議員 局長時間十分鐘 謝謝主席 先生服級處長 科長 各位同仁 媒體 先生小姐 大家午安 在這裡我想請教我們交易處 來處長 你好 這一次我們台中所辦的這個運動會 全國的我想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也很肯定 因為這一次的全國運動會 可以說是我們交易處的每一個人 都盡了很大的努力跟責任 所以辦得在社會上來講都獲得很多的好評 你們的持績單也不錯 排上是20個金牌 28個銀牌 總長排數是64面 二十六四 二十八十六 是吧 金牌銀牌總盤是吧 是 這一次的成績真的講起來在台東來講 這次教育處的努力 平時我們縣長他也重視提議 這次的表現成績可以說是可見可見 你們的用心跟努力 我們都給肯定 謝謝議員 另外就是有問題要來請教員 就是我們在台灣的這塊土地上 我們就看得到電視媒體都有報 在台東的這塊裡面 我們可能是在台東 你認為現在的升學 教育跟品格這兩者之間 你認為哪一個重要 如果我們說 因為教育上常常講說我們要培養孩子帶著走的能力 我覺得那個能力就是品格 品格應該是要把它做為一個孩子在 義務教育階段裡面 扎根上面很重要的一環 這樣處長你這樣講我可以接受了 但是有一點就是說大家都是忽略有一點 應該我們在場的各位都一樣 孩子的生血很重要 一般的家長也好老師也好 都會以他的成績掛算 只是我們在社會上發覺的問題應該是這樣 剛才市長所講的 以照教育的專業來講你的看法 事實上這個是對某些人 對某些學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感覺出來 但是不是普遍性 你的看法 教育的視性揚才裡面 有一個基準點就是品格 然後在品格的水平上面 讓每個孩子都充分的去展現他自己想要學習的 包含他自己的一些才能等等之類的 所以你這樣講我也是 我比起還是可以接受 但是我的看法裡面就是社會的觀感問題 跟實際上產生社會的產物 我們看出學生到社會以後 畢業以後 我們看到電視畫面也平面媒體也好 我們肉眼看到了 跟過去的社會完全不一樣 我在這裡的一個感覺 在場的我像我們警察單位 應該更可以體會得出來 因為他們每天接觸 就是每一個人的行為動作如何 社會的治安 那我在這邊就講的是說 應該這樣講 品德應該一夜超越任何 是不是這樣講 今天處長很簡單 你身為一個處長我當個議員 假如我們那個品德都不好 就當個議員你沒用 你也聰明知道社會問題啊 處長我這樣講 你應該不反對吧 因為應該這樣講 一個小孩子品德是他的基礎 就像我們蓋101的大樓一樣 這棟大樓模仿一樣 你的基礎不好 你就是說101大樓蓋得多好多好多美 它還是不安全的啦 我這樣說你可以接受嗎 我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在電視畫面上 我們也看到 過去來講 我基礎我們在讀書 在場的各位 我想中年以上的都有一個 可以體會的出來 我們看到一個人 我們都很有禮貌性 尊敬的人 看到長輩都會問好 同學之間批詞 過去我們在京中 有講學長學弟的問題 那現在這個社會已經沒有了 我講這一點 就是說我們教育當局來講 應該是不是要另類的思考 另類的教育方式 來教育下一代 那我們現在所傾向的就是說 你考試考的成績很高嘛 我們要讀大學 我們要讀書 那當然這是對的 我換句話講 以台灣自己的情況來講 大學生在高中生 把台東來講 外在高商 成高商水也要關門了嘛 目前的招生人數確實是 是很大的 基本面對要關門嘛 台灣的大學多少要關門 台灣的高中多少要關門 包括台北私下也是面臨危機啊 所以這樣的現象裡面 今天私學並不是壓力 其實我們還是要回歸品德 品德跟教育來講 跟生學考試來講 這個方式 我們的教育方式裡面 應該要同步進行 我發現我們的教育 還是不堪品德 你看很多學生我們走出去 我們去跟他聊天 歪告嘛 很多小孩子不會說 爸爸媽媽我去讀書了 爸爸媽媽我回來了 你到了一個餐廳 到了任何一個場所 你看到學生 學生絕對是不甩你的啊 這是今天我們的教育的危機啊 我們來個教育來講 我們講自然單位警察就好 他看這個社會最清楚 你很多的學問速度都非常的好 可是如果沒有品德判罪率特別高 這樣的話 是不是對我們整個教育 整個社會的嚴系的問題 是不是一個正面效果 還是負面效果 我想說機長你在這方面的看法 報告議員 所以我對品德這個部分非常重視啊 在去年的10月31號 教育處有公布了一個台東縣的教育發展架構 第一個領剛就是品格力 那這個部分我們基本上是希望 學校家庭跟社區 我們同時去併進啊 那我們也找了幾個學校目前正在做一些 推動方案的一個示範 那將來如何把家庭那一塊跟社區這一塊 還有再來就是我們現在學生的挫折容忍力啊 越來越低 然後對於一種自我意識的一個無限上綱 也並不是教育所熱見的 所以我們包含有品德如何融入在各科教學 然後再來就是學生的服務學習 再來就是所謂的民主法治校園 跟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第一個就是美感教育 因為我覺得我們孩子在學習的過程中啊 就像剛剛議員所講的 不是只有課業 應該還有美感的一些學習 還有透過閱讀 所以 過去我們講說德字體情美 理義廉詞 好像現在教育好像是不太最快 我們的感覺啊 如果你說是有 為什麼出來的學生會這樣 那不是很容易讓我們去懷疑他嗎 只是我們教育出了問題 然後我們在看台中的老師 有些些老師 出的也比我更清楚 那麼有時候我們在想按什麼去教學生 我這樣講也許對好的老師也不公平 但是我們還是要拿出來談 所以這一點大家做一個參考 當然在我們教育法裡面規定 我們都有進修嘛 進修的 比如說我今天當老師 我一考上的時候 一考上我就要三四年 三四年我就離開退休了 那你仍然用三十年前的那個東西 你學的東西 你學的還是 學到了那一天的之前的三十年 學到以後用三十年 學到六十年 那學生會進步嗎 不會進步啊 所以當然了 因為時代的進步 然後世代的交替我們都是很排位 我們都排位在十字路口 該怎麼辦 何去何從 我相信這些老師也頭痛 我們的政府也在頭痛 那這個時候就像市長 你剛才所說的那一些 你要相當的智慧 如果去改變 如果去改變 齁 在台東來講 這塊土地上 應該怎麼去交到 我之前還跟我們教育處很多的科長講過 我說我感覺很奇怪 我加工精很多 他家裡經濟不是很專業 他可是校高上 這個工益大學 裡面不需要 那是 wenig 這一點就 讓你行為 好好去探討 為什麼要這樣 後來我也找到答案 感覺有機會 我們再來過分 好不好 好 謝謝醫院 謝謝 好謝謝 張佐然議員 我們今天 上午的單位 工作检讨到时高一段落 谢谢各位 大家辛苦了 明天我们开始总咨询的第一天 下午我们分处审查及 收集资料 三位